每一堂课我大概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基本问题 就是把这门课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我认为最基本的东西要先讲一下 这样的话就算你只上这门课的这个部分 你大概也可以举一反三 其他的后面的具体内容都是填上去的东西 那这个第一个是前沿 我们今天有大概三个部分要讲 所以先讲第一个部分 在阅读这种经典的时候 你永远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读者 作为一个读者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 然后这个通常我们在这个教室 在这个此时此地 我们基本上算是东方文明之词 相对于西方这样子来看 当然你也可以从台湾文明之词 如果你要站在这个来看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文明 将来我们要做更多文明的比较 然后还有就是文明的话 我们基本上不以这个国家区分 是以地区来区分 所以东方文明之词 相对于西方文明 所以这个我们在探讨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地方会跟雅思培所讲的东西会略有不同 所以除了时代的关系 还有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文化的脉络之下 当然因为雅思培跟我 他写的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年纪有多大 但他能看到书跟我能看到书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差别有些是在这里 但有一些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书不太一样 如果说谁要比谁聪明 谁要比谁怎么样 那个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将来才知道 现在要比当然 因为我们东方文明强调谦虚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比西方人更怎么样 但别忘了这是谦虚 你要真心以为真 那你真的不知道东方文明的深奥 好 接下来 当然我们就知道深奥曾经公投过 一个叫理性重建 就是所谓的当代主 以当代的立场回去看过去的这个历史 所以在历史上一直有两个 另外一个说我们希望做历史还原 其实这两个立场并没有那么极端 因为你不可能 坦白讲你不可能历史还原 现在所有的这种回到未来 或回到过去 做时光机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想象 都还是想象 什么时空旅人 这都是小说里面的情节 目前并没有发生 未来可不可能发生 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知道 这已经在我的领域之外 所以你说要做一个历史还原 是有可能的吗 回到孔子那个时代 那你在孔子的时代 你要站在孔子什么地方跟着他吗 所以这个很多是严格来说是不可能做到 你只能说不管是历史还原 或理性重建 看起来像是两个极端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你到底要根据什么样的资料 要根据什么样的资料 来建构你的故事 资料之间如果相一致 难道这就是实情吗 资料之间如果相冲突 难道这一定有一个是真的吗 难道不会是都是真的吗 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 所以都是真的 举例来讲 你现在看到我身上这件T恤 你只看到我正面的符号吗 对不对 不认识这个符号的请去说 OK 妈祖 知道了吧 妈祖 他只有Q版的人 那你能看到我后面吗 今天能看到 现在能看到 等一下我上课都面对你 你就看不到我后面 就像月亮有一面 是Dark Side of the Moon 历史主义或当代主义 其实我们都是根据 你现在能看到多少资料 亚斯佩能看到资料非常的少 相对于我 现在能看到资料比较多 那亚斯佩是西方人 他不懂中文 我懂中文 我也懂英文 我还稍许懂了一些 其他国语言 稍许懂的 所以我比他有利 是因为我生的比较晚 再早一点 就算有我这个条件 没那些文献 你也看不到 所以为什么列了那么多参考书 如果在第一堂课 上一周 你有认真听的话 这不是要吓死你 我只告诉你文献真的是好如烟海 你要怎么去选择 你要怎么去选择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 常常是书看不到 你老师介绍 或你看一本文章 他说有参考这本书 那本书到图书馆 你找不到 现在大概很少找不到的问题 只有没有时间看的问题 所以你们这一代人要做学问 真的越来越困难 你们要花的时间非常多 因为你们要看 找是相对而言 非常容易了 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去找资料 就现在呢 你只要one click away 资料就出来了 就是你有没有时间看而已 所以以前人上头壁楼下方拳 动手动脚找资料 那个现在都不用 几乎都不用这样的事情 很多资料都有 都电子打 所以一个读者 你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看的 你看多少资料问题 我上边举那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说 是自己佛学书读很多的 结果讲的故事 他听都没听过 因为我从来不自称 我是多么博学的人 说我没听过那是正常的 可是他觉得它是 所以他没听过 他觉得我撒谎 需要这样吗 你没听过这些 就要说人家撒谎吗 哼 最后就还学佛呢 唉 谦虚一点 谦虚一点 就行了 第二个呢 是读者在圣者社会研究的 定位的问题 我们永远要记住 是井华观天 永远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在那里 不止是Dark side of the moon 如果有一天地球要去流浪 像大陆的作家刘慈欣写的这电影 现在网上也看得到 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idea 最近我太跟我讨论了 说西方人如果要发生同样的事情 他们一定抛弃地球 找一个太空船 然后往别的地方飞 他为什么刘慈欣会把连地球一起带走 这可不可以算是东西文明的差异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井华观天上 你看到都是你顶上那样东西 永远要提醒自己这一点 这个世界大到 没有一个人宣称自己能拥有所有的知识 我就算教书 我也只告诉你 我看的东西可能比你多 但我看的东西并不急 应该有东西的全貌 绝对不急 接下来是另外 这些故事你都听过 用来学术研究 或者用来做你人生的指引 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尤其到我这年纪 我觉得小时候学的东西 大概都够用了 以前我看到一本书的书名 美国书名 So what you need to know you learn it in kindergarten 你所有人生需要知道的东西 你大概在幼稚园都学到 那些童话故事 不要小看童话故事 我最近准备重新再去看那些 我小时候念过的童话故事 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 我觉得很想念 瞎子墨像你听过吗 瞎子墨像出自佛经 可是有一本 外国人写的 叫做佛教的书 是牛津通式小丛书 这本书把我骗的 也因为这本书我花了一个工夫 就这故事太有名了 瞎子墨像的故事 没听过的请听说 对吧 这是一个印度故事 这不是中国故事 所以你看我们都 我们几乎没有印度人吗 没有 大家都知道这故事 可是这故事出自哪里呢 我就上网去看 因为那本书先告诉我 这个故事出自 就是百玉经 百玉经 百玉经是一百个讽刺 佛教讽刺 这个人很愚昧的故事 百玉经 一百个比喻的玉 他说在百玉经里 那百玉经一百篇嘛 哪一篇呢 百玉经其实不到一百篇 我认真算过 九十几篇 百玉经只是一个说法 我教过啊 我教爱情社会学的时候 看过百玉经啊 是不是爱情社会学 啊 不是 幽默社会学吧 反正我就看了百玉经 那我就再把它看一遍 我想这故事在里面 我就看吧 我总花一个小时左右 我就能找到这个故事的根源 对不对 因为我上网找 找了半天人家都说不清楚啊 有时候最尴尬的是 我上网找了自己的讲义 不是 再绕了一圈回报 都没有人认真的 好好的去找这个根源吗 然后他说他住在百玉经 我查完了 把我的书上版本的百玉经 还有中英对照全看了 没有 哎 外国书牛津通事小虫书 第一句话就把我骗了 没有怎么办呢 我就再去查呀 瞎之魔像 出自什么 有一个人说出自大薄若经 这是汉译经典 这是汉译经典 大薄若经 你上网再啥 你看一个接一个线索 我就很像侦探办案了 大薄若经有南北两本 一本类似四十品 品就是chapter 一本六十品 我就上网买了一个六十品的 跟四十品的 四十品的不用钱 因为你只要填一个单子到佛陀文 叫金金块哪里 去跟他说你有特别的用途 他就会真的会送给你 因为印的很厚 他希望你真的看 我真的看啊 我就上网就查了一下 瞎之魔像 就在那瞎之魔像 就在那个经的故事里 可是那故事除了瞎之魔像什么的 我们说爱摸到大腿的像大腿什么的 那个结论有点不一样 他说都是像 我们一般学到说 哎呀这些人都不了解 这些人不知道像的整体 都只摸到部分 我们小时候学的大概都是这样 对吧 没话说在经里面说 其实你摸到什么都是像 那不是本质的问题 所以瞎之魔像的故事 我们流传的那个教训 跟那个在佛经里面教训不太一样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有兴趣去看一下 所以瞎之魔像 就把我们掌握到了 当成做的原貌 甚至最可怕的 或者也不可怕 就是全貌 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大 人最可怕的就是骄傲跟自大 因为这样就不会有进步 不管在哪一行哪一页 所以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或者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要注意自己的瞎之魔像 各位还年轻 你们的前途应该非常的光亮 因为你们至少有这个老师带着 有好的老师带你 真的你上天堂时间会缩短 快老师带你 你完全在宇宙弄流浪 不知道去哪里 我至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向 所以呢 那一直有两个立场 这是周敦仪讲的 叫六金驻我后 我驻六金 我驻六金 是我作为一个读者为中心 我来看的 然后六金驻我是作品 作为一个写版的 所以你要以作品为中心 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来签成 其实这是一个互动过程 一直不是那么的分开的 那作者跟读者的定位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作者已死 尤其在后现代 所以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读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作者已经死掉了 所以你怎么解释都行 这是一种立场 可是作者难道没有他当初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我是非常怀疑这点 我自己现在是个作者 我用不想要表达的意思 但我也有表达的意思是 别人看出来 但是我没有要表达那样的意思 这个也不需要是一个作者 你在生活里面常常就会这样 你做一件事情 别人会误会 等待过头 作者已死 怎么会死 诗死了 诗想留在书里 我常常看上去 我就不太懂 那时候人家留下作者已死 我说对啊 可是思想留在书里啊 一定有他的意思啊 怎么会没有意思呢 这是佛经里面 你如果打开 都有那叫四句记 四句记呢 说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如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四句记呢 都没写谁写的 稍微懂一点佛经 得知道这是武则天写的 写得非常好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就是要进入作者心灵的世界 我们把它用来佛经以外的 你看一本书 你想知道作者在想什么 作者当然可以有开放式的 但他一定有想什么 只是他不希望把他的想法夹在你头上 所以你看以前一所欲言什么都说 这个故事的教训就是什么 那是作者希望知道 可是你可能听出来 故事教训不是那样 那有的故事没有教训的 就你听完以后 讲故事的人给你教训 比如我们 大概中国人小时候都读过恐龙让离的故事 你念不好就恐龙让离 就恐龙因为不让离 后来恐龙就灭绝了 所以让一下还是比较好 这当然是胡掰的故事 胡周的 恐龙呢他比他哥哥小对吧 然后我们都觉得说 哎你将来要让离啊 不要让给你哥哥 可是为什么 我长大了仔细想 不是哥哥本来就该让离给弟弟吗 我当哥哥啊 我从小知道啊 爸妈亲戚朋友都说 哎你是哥哥啊 你得让你弟弟 你得让你妹妹啊 对吧 我就不知道 你们那个有人当弟弟 或当妹妹的 会说你要让你哥啊 不然他打你啊 加那分财产不给你啊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有一次 我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我 老师恐龙为什么要让你 他是弟弟 我说 对哦 没想过 潘老师有人告诉我 说应该怕他被他哥打 我说天哪 你是在上什么学校啊 这故事究竟怎么到你手里边这样 我也想不出别的 你们能想出来恐龙让离为什么吗 如果不是怕被他哥打 你想一下啊 这不一定 这不当成功课啊 不然我真的好想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啊 我学了一辈子 我都觉得要让 没有想到是哥哥 弟弟让哥哥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 这故事我从来没这样想 就是你就是要让别人 那后来想到 对了为什么弟弟让哥哥呢 若子为什么让强者呢 他哥是出什么事呢 得让离呢 我还会很认真找了这个故事出处 我这有时候认真起来是不得了 那在一个注解里面 事说心语的一个注解里面 还不是事说心语证文呢 社区里有不少有关孔隆的故事 他是孔子的后代 还有就是跟古人对话 所谓的对话真的是往我们脸上贴近 你那人已经死了怎么给你对话呀 对话是有来有往对吧 这团都不是对话 以前我们小时候有玩过这种 你问一个问题 然后翻开圣经或什么的 如果是圣经妈妈 你就心中念着你的困扰 翻开圣经 然后是用手一指 然后那个就是圣经给你的答案 听说最近有个出版社出一本书 也是这样 也爱情上什么困扰 什么又什么困扰 然后就打开那本书 然后手一指就这样 我后来听到说 你怎么给你小孩取名字 很简单啊 就打开字典 然后手一指就那个字啊 所以这个事情想很多人在做 可是那不叫对话呀 那真的不叫对话 所以作者跟读者 我们今天什么要跟孔子对话 比喻性的说法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跟古人对话 真的只是一个比喻说法 别太认真 那这里就有一个理解或者批判 很多人不去理解就开始批判 或者他认为他懂了就开始批判 他就开始批判 尤其像我教的孔子 很多人觉得那个若武拉 你还去讲他干嘛 我说天哪 你讲的话跟八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的时候 那些人讲的话一模一样啊 你不学历史 历史就不断重复啊 你学历史 历史可能还是不断重复啊 有些人的愚蠢是没办法进化的呀 愚蠢这件事情是不会进化的啊 还有崇拜还是诋毁 那有的又非常的极端啊 崇拜到不能讲人家的坏话 那有的又另外一个极端 觉得那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觉得这都不是念书或做人的该有的忠道 崇拜有他的限制啊 诋毁应该我觉得尽量不要啊 尽量不要啊 有人说老师那你觉得孔子什么什么 哪些地方能够当我们的这个指引啊 我说我先告诉你简单的 孔子哪些地方不能当我们的指引 我说他对小孩的方式 我觉得就不适合现在人 还有他对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啊 非常不清楚 所以也不能帮助我们什么 但是他对于亲子关系有些地方他讲的跟他做的 我们到时候会学到啊 你看那差距有多大 但是有时候人做不到 但是他讲的好 不要以人费言 也不要以言费人 不要因为他讲的好 你就真的相信他 我觉得这是你要辩证的来看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跟具体的东西来输 还有你要超胜啊 你要超过他啊 还是你要转向 我觉得这是一些选择的问题 另外怎么准备其他非读者的定位 就研究者的心意啦 我们常常看不到外行人看到的 我们当教授的人或做研究的人 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 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问题是最重要的 常常外人完全不了解 而且甚至不会欣赏我们研究的东西 所以某种程度做研究是非常估计的 全世界只有几个专家 我走大众路线 所以我还有一些通俗演讲 很多人可以听 也听得懂 也愿意问我问题 像我不管讲爱情啊 讲孔子啊 讲幽默讲的比较少 不知道为什么 很少人请 像这些我都可以接触到一般人 那我讲的话即使一般人都能懂 他们很怕台大教授出去讲话都没有人能懂 或者说一对英文 那我讲话基本上大家都听得懂 这也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穿了衣服 别人说你讲的是什么 我研究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像我博士论文研究的东西 全世界那时候大概只有五个专家 后来多了一两个人 全世界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 大概只有五个人真正是专家 其他人都是略知一二的 所以你念到博士了 你就是专到牛角尖那种专家 别人不会知道太多的 就是研究的事情 别人觉得不重要 但我们难道是因为别人觉得重要 所以我们要认真教 别人觉得不重要 我们就随便搞嘛 大学就是给我们这种特权 教那些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 还有谁是启蒙者啊 启蒙者就是你的老师啊 谁是你的老师 还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是 贫义贫义负同伴而已啊 你比我早知道一点 我比你早知道 像我比各位的序长那么多岁 对吧 理论上 这个你们的说法叫我 我可以生你这样啊 如果我有小孩 那大概也比你们年纪还要大 如果在那个时候生的话 那这回到这 这是启蒙者嘛 启蒙者是给你 告诉你 你不懂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启蒙者 那就没有年龄上的问题啊 韩裕在诗说里面说 诗不如 诗不一定要比帝者闲啊 文道有先后 术有专攻啊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各位学习的时候要认真想过 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定位的问题 这问题也是我们在教 盛哲社会学的时候 隐含在里面 因为那些人那时候 有的都还没有老师跟学生的概念 老师跟学生的概念比较普遍 大概是后来制度化了学校以后 那时候都不是制度化学校 你跟着一个人 那个人 你教好老师 或者甚至也没有教好老师 第一个学生的老师官 大概可以分成几种 根据我的这个经验 第一个叫无师 无碍无师的无师 可是无师呢 其实有同音字的几种做法 一个是无 my my teacher 有人是非常 维护自己的老师 你为什么喜欢孙老师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无碍无师 懂吗 听起来很感人啊 尤其在我的追悼会上 这么讲的还不得了 好多话人眼泪都要掉下来 对吧 最好在海上举行 这样不会有淹水的困扰 万一在陆地上举行 大家都哭的那样 然后马上变成海洋 然后气候变迁 这很可怕 第二个无 no teacher 不跟谁学 那些都没学问 尤其本校学生 很多人心高气 哎呦老师连这都不懂啊 连怀孕都讲不出来啊 这老师 老成那样 是不是该退休了 我都自修的啊 另外一个无师magician 哎呦老师学问好大呀 才怎么样 忽然就变出什么来 忽然就变出什么来 老师可以旁蹬薄影啊 这个是你们做的 所以老师与真理的主题变重 一个就是无碍无师 无碍真理 这句话据说是柏拉图说的 那他说谁呢 苏格拉底亚 那这什么意思啊 老师不如真理啊 这是骂人还是 我们都要调小声一点 对吧 没得被人家听到 无碍无师过来 所以很多人只讲前面那句 不要讲后面那句 那讲前面那句 是不是隐含后面那句是有效的 以前有个电影叫to serve with love 就犯着无碍无师 我说无碍无师是先蒙你啊 最后我更爱真理啊 所以老师你跟真理很远啊 所以这句话有学生问我 说老师我这个教授节 我写个无碍无师卡片给你 我说显然你更爱真理大学 对吧 你就念台大白打白念 你看无师即真理啊 老师你讲的话都不对 哇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懂吗 哪屁拍成这样还得了 对吧 真理及无师 谁讲的话对 谁就是我老师 你别看这句话 调过来调过来 好像是一样的意思 其实是不一样 这边强调人 这边强调那个道理 然后这样无碍无师 最好没有老师敢干 干扰我 或者我喜欢那种会变化的老师 老师的学生观 这各位可能不太知道 无碍无声 我听过一个人讲 讲完我都热泪盈眶 因为我做不到 只有不会教多少事 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这根本就是 怎么可能 好 我听到人家讲的时候 我都这惭愧到不行啊 我就教师姐不放假 对我这种人是对的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 我相信 不要讲我相信什么 第二 英才师教 这是孔子的专长 不同资质跟目标 不同的教学方法 小班可能 大班基本上不可能 那圣哲社会学 这是先把这个铺陈一下 我们要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好接下来就进入 这个圣哲社会学命运观 第一个什么叫圣哲 我今天特别查了一下字典 网路上 说圣 在说文解字里面 就是通的意思 沟通的那个通 这什么意思 我还是不懂 那哲呢 是智的意思 智慧的智的意思 所以这个没什么谈 因为大部分人的 我原意就是圣 就是他被尊称为圣人 那哲是被尊为哲学家 那哲学家大概孔子跟这个苏格拉底 通常在一般来讲是哲学家 那其他三位呢 是宗教的教主 叫做圣 大概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这个取名是先射箭再画吧 我就要叫这五人 那这五人怎么讲呢 五位好朋友 我觉得这名字 开课好像不太能这样开 我在开孔子那门课 还有副标题都被人家笑死 孔子 孟宏 社会学的研究 老师这不是课名吗 这是书名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难道这门课要叫孔子社会学吗 听起来怪怪的 后来也不太有人管我 现在管 对教授管的比较多 才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没有 所以圣哲 英文就是saint sage saint 然后这是sage 所以圣哲的分类跟等级 这历来都有人这样做 我不做这种事情 谁比谁高 谁比谁低 我不做这种几级分的事情 就是教育改革到你们这一代开始有什么几级分几级分的问题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好 还有四大圣哲或五大圣哲或X大圣哲 反正这永远可以加人进去 也可以把人干掉 是不便宜 但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我来讲 为什么教这些人 这些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 我希望大家都学一点 尤其在东方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世界 就像孔子当时面对的是天下 孔子面对的不是鲁国而已 所以孔子绝对不是鲁蛇 接下来为什么叫社会学 因为真的是从社会学的观点 社会学跟哲学有什么差别 这个在传统的教科书 有的会写很多 我觉得那没有太大意义 这种规范性的定义 都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永远你可以做的 跟他讲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不在这里 做这些索细的无聊的区分 那孔老师那你所 我教的就是圣哲社会学 那另外一个老师 他又叫圣哲哲学 叫什么那是他的神 那你看一下具体内容是什么 不要在乎那个名称有的时候 还有一般社会学跟知识社会学 一般社会学你就看一般社会学书 我刚好有一门课 那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人 那几个关系我等一下会说 还有这各样研究跟比较研究 我们是一起来看 所以每一个每个人交 但交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当然没有什么比较 但交到第二个人的时候 可能就有第一个人的知识 我们就拿来比较一下 还有圣哲社会学有传统 那传统大概就是雅思培那本书 大概也只有那本书 创新是我增加了很多东西 我特别重视的是 这个人怎么做跟他怎么说 雅思培那本书都他怎么说 他怎么做他的资料少了很少 比如说孔子叫我们要孝顺 那孔子有没有孝顺的经验呢 三岁上父绝对没有孝顺爸爸的经验 跟他妈妈 活到他大概17岁 所以他要孝顺都是跟他妈妈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妈宝的社会学 各位不要小看妈宝 尤其各位男同学 各位女同学更要注意 因为你将来可能交往的对象 基本上是从妈宝出发的 你如果不了解妈宝 你可能走同婚的路线 可能会比较有保障 好 没有人笑啊 这是一个笑话 好吧 可能政治不正确 最近始祖要跟建立名人堂 名人堂 名人堂原来是棒球的概念 whole fame 那其实每一行都有名人堂 那一行那一届太有名的 所以要从谁想起不可得到谁 这是常常会有的情况 就是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选择这些人标准何在 那我的标准很简单 对后世文明的影响 还有他的学术传统 还有自成一家 还有集大成 当然他的传记必须 必须是一个有人记载的人 而且记载某种程度相当丰富的人 你如果算说为什么不讲老子 因为老子啊 在司马迁那个时代 写老子韩杯列传 他就不知道老子的是谁 他列了三个可能叫老子的人 连司马迁都不知道 我们后人会知道 那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说老子什么意思 我说这也是笑话版 老子就是台湾话说 我冰杯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你看嘛 孙子是姓孙的人写的 对吧 庄子是姓庄的人写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子啊 管子是姓管的人写的 对吧 现在叫管爷 现在是我们的校长 现在还没见过他 那为什么到了他 忽然间变老子呢 老子不是姓李吗 有人说应该姓老 我就应该姓李 所以他叫老子 然后你说这本书怎么形成的 号称他出关了对吧 退休了 要离开了什么韩古关 骑着青牛 对吧 然后那个守关的那个 那个海关 就要跟他索会 说你走了 你得留下什么东西 不然你以为出这关 那么容易啊 老子就很火啊 林北北松 就写了五千言 什么都听不懂 哦 我的所有知识 就让你这个人懂 那我的知识不是白搭了吗 所以说 第一句写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能讲给你懂 这还要道吗 这在骂人 也没人读懂吗 就是骂那个 你凭什么 把我来一条叫我五千言 然后再来 这毁过书啊 我每次就这样讲 其他孩子就这样 然后学生就很高兴 啊老师原来就这样啊 老子林北啊 所以在中国语里面也讲 老子才不信你呢 所以应该念老子 不念老子 知道吗 这是笑话 一样 道家老子重要 当然很重要啊 他的书翻译的很多啊 英文 有一个传说就是圣经以外 在世界上传播最多的 印刷最多的书是老子 而不是文语啊 有一个传说 啊 犹太教 犹太教因为毕竟还是部落宗教 啊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说了 那有几个传统啊 一个我们上次也讲过 是个比 是个比较宗教学的传统啊 比较宗教的传统呢 这里我刚好啊 今天又把这个书带来 这是圣研发师已经过世了 北投法古山那位 写的这个比较宗教学 这个出版社现在也不太活跃了 啊 台湾中华书局啊 这是比较宗教学 目录在上礼拜讲义里没有 这个是Sharp的那本啊 我因为买书比较早 所以你想看到的 除非在图书馆 大概有些重印的 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啊 所以这是比较宗教学传统 那古典社会学理论哈 我就不带书来 然后我有一门课在网路上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 啊 那宗教社会学啊 也是另外一个啊 啊 传统啊 还有哲学啊 那主要雅思培降的人啊 那还有古典文明史也算雅思培降的啊 啊 那他提到轴心时代 或者翻译到苏轴时代啊 德文是Axentite 那英文叫AxioH 啊 上次跟各位讲过 因为这个Axio和轴心的概念 跟二次大战的那些 德国跟日本啊 还有意大利啊 叫轴心国 所以引起很多至少对轴心这个名词的很敏感的人 所以有人就觉得应该用苏轴时代 加上雅思培又是德国人 德国人你还讲轴心 你懂吧 啊 就像这个呃 中国人跟这个日本人 你讲这个靖国神社 那多多少少都有情感会出来的啊 这个两边都觉得 为什么我不能去拜我的靖国神社 你们那都是战判 呃 不完全是战判 但战判供奉在里面 美国人曾经 据说美国人曾经希望靖国神社 把那个战判离开 你就可以去拜靖国神社 呃 日本人就不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都很低调啊 这种事情 尽量不要上新闻 上新闻就很难看啊 因为这里面 呃 很多国家的人对二次大战 日本的罪行 还是念念不忘 日本人就尽量不要提 慰安妇的事情更是这样啊 那这就很尴尬 懂吗 啊 就历史的尴尬地方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了 啊 那盛哲社学研究传统啊 那我们就大致说一下 这个从盛哲社学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啊 呃 基本上其实你念理论 念什么古典的都是一样啊 这个全是过程有一个读者的因素 有个作者的因素 有个作品的因素 如果再复杂一点啊 比如说你去读一本书 读我了指定的书 这是一条路径啊 透过作品去了解作者 另外一个路径 你可能加上一个老师 你不读书 你透过老师上课 讲的去了解 老师怎么样去了解作品 那如果更那个的 你看你要透过老师 老师又读了 又透过譬如雅思培 然后雅思培再去读这个 那就层层的剥削了 在经济上层层剥削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思想上我们都气球层层剥削 因为这样省事省时间 不然你要看完一本书 你得花多少时间 如果人家都已经把你消化完了 做好整理了 写成12345了 你不是花个一个小时 你就能够那个人花一辈子研究的东西 都到你手上了吗 这是一种 你从这种思考的话 你去念原点是没有用的 你浪费时间啊 可是原点常常就不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呢 他看不懂地方 他就掠过去了 他看不懂地方 不表示你看不懂啊 你就把你的主导权 念书主导权交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 让另外一个糊弄你 我们大部分在学校读书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建议大家 应该有能力的话 训练自己的能力 你的语言能力 你的专业知识能力 这样的话 要挡住你的人就很少 譬如在我年轻时候 戒约时期 很多东西看不到 你看英文就看得到 所以你英文能力好 在那个时候 就没有人能挡着你 大大人得文书 法文书 在我们台湾那时候很少 在各个时代都一样 都有政府 或有一些人想挡着你 不让你知道一些真相 你要如何突破 如何翻墙 如果照现代说法 但翻墙 你不一定学到东西是真的 坦白讲 所以我只是 这个最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描述这种诠释过程 第一个每个读者都有意图 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意图明确 你的结果可能就更明确一点 很多人修课 真的很不得已 因为这个时段 我得修一个什么样的学分 然后你刚好在这个时段有课 所以我就 你这是最消极的学习法 所以我最不愿意教的是 这样的学生 因为刚好你的课在这里 这东西要靠缘分 那最好的学生是 哎呀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结果我怎么也找不到 我自己都是读懂 然后老师你开了这门课 这是已经某种程度 一半已经准备好了 他剩下一半就是他来 从你这边了解 他能够识别最好的学生 是这样的学生 那当然大部分人是蒙蒙懂懂了 从完全不知道 然后变成知道 这也是大概学校里面常见到 诠释能力的问题 那诠释跟你的背景知识有关系 如果你对孔子的事情了解很少 那因为你背景很少 如果你连中国的朝代顺序 你都搞不清楚 那你当然了解孔子 就更糟糕 你不知道鲁国跟齐国什么关系 然后你也不知道 孔子跟孟子什么关系 就像我们以前学 就一堆人民 你也不知道谁在先谁在后 还有一些专业知识 像如果讲到孔子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的历史知识 讲到耶稣的话 可能就是你对西方基督宗教史的知识 讲到穆罕默德的话 你就是对西方 这个伊斯兰教史的知识 所以需要的知识非常广泛 我这个课准备了N年才敢开 开完以后又继续准备N年 所以这门课是我花心思很多 很很很很很长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因为每一个人其实是我花一辈子都可以的 表达能力的问题 有人常常满肚子学问讲不出来 那有的人就认为讲不出来才是真学问啊 所以那个写的截曲熬牙的 那种是充满了学问啊 你不知道那个字的含金量有多大呀 你不懂是因为你程度差 有很多人对这种有莫名其妙的崇拜 有一个西方的哲学家叫做维根斯坦 他写过一本书 叫《逻辑哲学论文集》 最后一句话 你看书有时候看第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还蛮有帮的 最后一句话说 你如果要说就把它说清楚 如果说不清楚就闭嘴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建议 当然他没有像我讲的那么顺 你去看那句话有点结局好想 因为他哲学家 哲学家不能讲话太顺 这样看起来不像哲学家 懂吗 像我们这种是被学术耽误的搞笑演员 这个就可以讲话那么顺 表达能力啊 很多人你常常看书看不懂 为什么 你到大学为什么要选一些你看不懂的书 尤其翻译本 你学哲学 人文史的东西常常看不太懂 为什么 有的可能是翻译的能力问题 有的是你的能力问题 所以这个读者你的表达能力差 你也讲不出来 所以读书心得就测验你 你看完一本书 能不能区分 你看得懂的地方跟你看不懂的地方 你有感触的地方跟你完全无感的地方 大部分人写读书心得都不会写自己看不懂的地方 就像很多学生写书就把那个不看不懂的地方就直接跳过去 因为家伙写诗自己很没学问啊 我怎么还会看不懂呢 可是不就是都会看不懂吗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是学生所以我不懂 等我当了老师我发现我还不懂 这问题就有趣啦 不是吗 我有些东西因为我当老师读了很多 所以我慢慢懂 有些东西呢 我从来就不懂也没懂过 那这个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每天都那么努力 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根本就不努力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吗 所以同学常常以前我还跟学生接触 学生常说老师我读不懂啊怎么办 我说那我看一下我读得懂读不懂 如果你读不懂我读得懂 那我教你不就应该懂吗 我们当老师就应该这样啊 但是如果你不懂我也不懂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更懂的人呢 如果有的话 我再顺着那个当时的那个口试的机会 在口试的时候同学常常会写一个人 叫布尔迪厄 常常会写他的一个公识这样 写出来 然后有一次口试呢 就轮到我讲话 我就说这位同学 请问这个公识是什么意思 同学讲不出来 我同学你不知道啊 没关系 我说某某老师 我开始点名 你知道这公识是什么意思 两位都不知道 我说那我也不知道 耶 冰狗 我们这屋没有人知道这公识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就把他删了 学生那样 那就看看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就看看我 我就 删了吧 反正没人看懂啊 看懂了不在这屋里面 这事情发生了两次 在同一个老师 那老师后来很惭愧 就说我不是就跟那学生说 我不是叫你把他删了吗 孙老师跟我 跟另外一个委员都看不懂啊 没删 但后来是当场说了 所以看不懂啊 看不懂干嘛摆在那 你要骗谁啊 可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传统啊 我要是论文里面也没摆这段 人家会觉得我很没学问 但那学问不是用来骗人的吗 因为你不懂啊 你放在那 我是少数老师可以说 那我们都不懂 我就把他删了吧 我是很少数的 大部分老师看不懂 也不要讲 不然学生就看不起你 哟 连这都不懂啊 你教理论啊 好 这故事到这里结束 这都真是发生的事情 真是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因为我讲这故事 受到任何损害 请大家放心 电影后面都会写嘛 对不对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没有动物受到任何损害 所以死的都是替身演员 好 小我脉络 个人生命历程 在不同生命历程 尤其我现在有点经验 你慢慢有点点 你小学的时候想想的东西 或你小学希望的东西 你的志愿呢 到现在你的志愿会调整的嘛 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 还要做小时候的志愿 你要做太空人 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你要当相防队员 你可能通过体能那个 你要当世界小姐 各位继续努力 有些人可能是有办法的 大文脉络 当时的大环境 还有思想脉络 变化都会非常大 那这个作品呢 就有脉络跟文本的问题 比如有构思的脉络 像我的诈骗社会学 我从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时候 我就跟很多人讲 我准备开门诈骗社会学 然后每人就说 你什么时候要开 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忽然有这个想法 这样 那我的心路逸程 我开始准备啊 那写作是一个脉络 那有的是书面的啊 写作是书面的啊 发表是口头的 那这口头跟书面 很多人只强调书面 书面对于 在不带同一个时空的人 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 这堂课我上完了 录影了 将来不用再上我的课 我的课继续在网上 对吧 那如果不是课 那就是书本 孔子已经过世了 我们今天能认识孔子 就是因为靠那书上写的东西 所以这是两个 但是大部分的学术 这个都不太注重口头的 所以像我录了课程 到这头门课是第十门课 在网络上 第八 第九门第十门 第九 第十门 第九门课还没整理出来 知识社会学 其他在网络上 你看到八门课 这种呢 在学术评鉴上面 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个分数都没有 可是呢 我自己到大陆去 在台湾其他地方 许多人都看过我的课 所以我的学生 绝对数量大过于在你们 这个此时此地在现场的人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 而且感到非常的高兴 就说 你不在我的课堂上 你还能够学习到 这就是我的用意 而且在你准备好时间你学习 但是学校不散 如果将来人家写这段历史 我至少创一个记录 就是他至少在那个时候 是所有老师里面 课最多摆在网络上的人 那这个你要怎么评价 那是你的事情 那我至少可以告诉他 我这么多年教书 我从来没有白混过 如果你不相信你看我的讲义 有多少你上过的课 老师是这样做讲义的 所以我不只订一本书 那本书能不能比得上我的讲义吗 所以我要看多少书 才能够这样讲 这是发表 这是很重要 我的老师Merton就说过 这叫oral publication 这个在对学术研究 对思想发展是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人呢 没有写成文章 但他的演讲记录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各位要注意 不要只注意那种书面 书面的话会经过删改 或者什么 口头论有时候表达是比较直接 当然口头的问题 有时候会有错误 对吧 口误的问题 翻译呢 包括语言到文字啊 或者韩蕴中的历史文化背景啊 所以有些翻译 看起来好像就是那样翻译 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背景啊 教学要演讲文字记录 还有影音啊 影音是最近才有的 那出版就是五远福建 所以童子的想法我们还能存在 我们还能知道 就是靠着这些东西 如果人类有未来的话 那我这门课搞不好 就会传到 你们的子子生生 子子生 子子生生 子子 vlogs 如果还能用上 我希望不要了 我希望有人会超过这件事情 如果这都能用上 真的很可怕 表示人类都没进步 那这个作者也一样 他有他的意图 我们有时候尝试去了解那个意图 有的意图会写出来 有的不会 所以我们怎么去 这个很多意图可能就是推测的意图 另外它全是能力问题 你看这也是一样错 背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问题 然后小偶脉入 大偶脉入 思想脉入 我们怎么去看到 我们要研究的圣哲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们 有的人要离开家 大部分圣哲都离开过家 而且很长的时间 孔子周游列国13年 从55岁到68岁左右 所以我要是孔子的年纪 我现在还在外面 我到68岁才回家 13年不在家 你都给报失忠户口了 13年不在家 而且是55岁到68岁 不是很年轻的时候不在家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问题 说他孔子周游列国多少年 那他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吧 求职嘛在外面流浪 不是55岁到68岁 你能想象吗 你55岁到68岁的时候 在大地流浪 13年 耶稣也离开家 苏格拉底基本上每天都出门到市场 他就跟人家辩论 他太气他气得要死 所以有天他出门 他太就泼他水 扭出去 洗脑膏什么这类的这种话 然后他就非常幽默 说哎呀 早就知道了嘛 雷声之后必有大雨嘛 他就出门了 继续出门 然后在街上跟人家辩论 有时候被人家打着 全打掌踢 然后再回来一下 那他太也没离开他呀 所以说他婚姻不幸福 你都完全不看出来 这婚姻真正幸福的吗 不幸福他一回家 对不起先生 你这房子已经卖了 我老婆呢 什么老婆前妻吧 早已经走了 那才叫婚姻不幸福 你回家都还有饭吃 还有人骂你 那叫幸福 各位 你们都不了解幸福的真谛 那这个编者 编者就是我多加一个 所以说 不过可以当老师啊 或者我们看的书 所以我经常建议大家 看书不要看选文 或文学 文学是选的人 他的心中 他希望你知道的东西 你要看书 就尽量看完整的本 不要看了 有时候觉得这句话 无聊所以漏掉 干嘛 你觉得无聊 我觉得不无聊 你看不懂 我可能看得懂啊 你干嘛 决定我的选择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 吃自助餐是最好的 因为自助 所以可以选择你要吃 当然 我还是不吃火锅 这点上次是不是有讲过 好 接下来呢 是这个大我麦楼 你比如说 必须政治当时 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这是理想上 我可能课程上面 大概没有办法面面俱到 但是我今天希望 能够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另外小我麦楼 个人人格 学术训练跟际遇 圣哲与前后代思想的传承跟关联 每个圣哲都有他的老师的 没有人是像宋悟空一样 是都蹦出来的 都有一些传承 像孔子是极大成的 因为我们不学孔子以前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好像到了孔子 他什么时候突然都会 没有没有 孔子都是跟别人学的 只是他学了以后 会创造出自己的东西 而圣哲独特思想 所以这些越被人误解的地方 就是你的独特思想 譬如你选一个系 人家都转系了 你不转系 你为什么不转呢 你当然谦虚一点 讲我成绩不好 站不出去 你可能有你的坚持 你觉得我就是要走这条 没有少人走的路 你不是念过那首诗吗 Robert Frost的诗 什么黄色的 什么森林里面 有两条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你选择一条 比较少人走的路 因此人生就不一样 我通常的建议就是 同学 再少人走的路 都有人走啊 你应该选择第三条路 那才是真正不一样的人生 好 五代圣州有共同的关怀 这是我希望未来 这是你第一次听到 我希望未来开门 课叫比较文明史 就把开在后面 人类的未来要怎么样 我们根据 再也不是讲人 是讲文明 因为Huntington 美国的政治学家说 将来的文明 他那时候讲的将来是1990年 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基督教文明 跟这个 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我希望走的是全球伦理的路 我希望怎么样 我们找到一条和平的道路 少啊 就是用来扫地的 而不是用来防卫自己的家园 我希望走到的是这条 打仗是没有用的 真的打仗 打仗当时一定要死人 何必呢 一将功臣万鼓哭 我常常看电影 都看后面的 看那个不是焦点的人物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个焦点人物 所以那个才是我们的命令 还有圣哲的圣哲化过程跟传承 这是我后来会讲到的 那圣文社会学家叫涵盖人物广跟深的问题啊 涵盖人物五个人或者更少 有人讲一个人 像我孔子就直接单独跳出来就已经讲完了 那如果再跳出来 我当然会跳出个拉底 因为我不喜欢太神话的东西 因为太神话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讲了 别人可能就觉得 就是你在污蔑他 苏格拉里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苏格拉里比较像历代的知识分子 他坚持他讲的 甚至到最后可以追求死亡 光荣的死亡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 你们都太年轻了 涵盖人物的思想范畴 还有教学的原典原文跟英中文译本 我就根据我的语言能力能够查到什么 尽量讲什么 因为我还有一点点德文的能力 不然的话你只知道 老师知道多少 你知道只会更少 如果你只听课上讲 所以你要如何超越老师 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能力 老师都教你东西能学到之外 还有你能够 学到老师没有教你的东西 你才能超越老师 不然的话你永远是老师的弟子 在老师的阴影之下你是不可能成长的 那是宗教 那不是教学 我们在教学里面希望你永远能够超越我们 我们只是你的一颗垫脚石 就像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垫脚石一样 我们熟识的老师是这样 如果是师父那就不一样了 我永远留这一手啊 对吧 师生职责的能力 第一个老师教学能力 跟理念 所以为什么第一堂课我真的很重视啊 你说我第二堂课在加签 但我第一堂课有讲 为什么要教这门课啊 老师我上网看就可以了 那你就错掉很多笑话呀 还有其他的更正啊 对不对 然后我还在给你重讲一遍 哇 可是好吧 那你就缺第一堂课 所以有时候有学生说 老师我没听到你讲 我说第一堂课都说了 那我没来 到时候怎么样 我要概括成胜啊 我就讨一种讨价还价 你知道吗 第二学生的意愿能力啊 潜力啊 或者学习 学生大概能力都不强 但是学生潜力很多啊 这是外国人 我在美国念书 我深深感到一点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如美国人的地方 美国人会看学生的潜力 这个潜力是一种投资 是一种风险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但我推测你会用 我根据什么来推测你会用 我们在台湾呢 因为潜力是太过主观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看你能力 你数学多少分呢 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 叫做你的能力 所以看你的成绩单 看你的证书 看什么 美国人不是啊 美国人只要看你那段 然后说不太好 没关系啊 因为不太好 所以你有进步的空间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教你进步 我说台湾觉得你不太好 我可能没法教你 因为你程度太差 听懂这种差别吗 如果一个老师认为你的程度不好 没法教你 这种老师你觉得还适合当老师吗 老师应该说你程度不好 太好了 我能够把你拉上来 四年后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跟你说 这才是老师嘛 对吧 所以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好学校的那个学生都程度都很高 那你说老师干嘛 老师只好去做研究啊 那些学生需要你教嘛 知道吗 所以我上周不是有讲过吗 我觉得有个学位应该是台大自修学位 你只要有问题去问老师就好 其他人就自修 然后可能参加一个什么考试 到时候你都考过了 128学分就送你一个学位 然后说你是考自修的 你看大学可能都不用年四年 好 那个老师的师生的教学方法 可以适用所有的学生吗 当然没办法 有人不喜欢 有人就喜欢我上课 有人就来记笑话这样子 啊不得了啊 因为那个笑话有时候是spontaneous的 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或我会想 有些地方还会剪掉 不小心骂人 但那可能就是最精彩的东西啊 对不对 因为你当时看的就是没血没肉的 就讲这些内容而已啊 应该还是有学有肉了 我至少每个礼拜会换衣服 这就不得了 没有服装赞助 好 那学生的学生 不是每个人都要考社研所 这一件 这老师不要教那么多 有学生跟我说 这老师不要教那么多 我这什么话呢 我是老师啊 我就要竭尽所能够的交给你 你现在不能吸收 那你可以留在后面啊 反正我有讲义啊 我有录音的 那老师你不要教那么多 老师你教太多了 我吸收不了 我说你就慢慢吸收啊 最近 比较少个学生来往 我已经没听到这种话了 刚才听到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老师你不要教那么多 我觉得你该抱怨的时候 老师你怎么教那么少呢 我花了钱呢 然后这堂课你教的都是我高中早就知道的事情了 那你应该抱怨的应该是这个 老师教你都是你不懂的事情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应该好高兴好高兴啊 每天应该跳着出门啊 雀药啊叫做 或者叫雀跃啊你们先来 还有时间的无情啊 老师我没时间 时间什么时候有够用过 永远没有时间 你到这年纪还是没有时间 你别想你到我这里还有四十年要走 很多人还超过四十年 所以我就开玩笑子装子说英文 无声也有言 知也无言 义有言 睡无言 大爱 这是庄子很早就懂英文 好那甚至社会教学跟实践 在第一学生原点二手跟讲义的问题 你光看我讲义也是不够用的 这为什么有个指定作业是读书心得 那这门课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 所以不希望你认为好像读了这些你就够用了 你有时候你就跟别人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们真是信徒的人是怎么想的 不是信徒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你如果到孔庙去 如果你还碰到那个人 因为我有学生就碰到那个人 那个人就跟他们说我讨厌孔子 你讨厌孔子你来孔子干嘛 我住附近呢 你为什么讨厌孔子呢 他提示女人 他太太死了他不准他儿子哭 这就一知半解 这就一知半解 学生都上课还没上到我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老师有个女人在孔庙说他讨厌孔子 我说好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或者五点钟开门关门赶快离开 免得在孔庙里面被关在里面 那晚上他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 我说孔子的儿子 孔子太太死掉不让儿子哭这件事情 他真是一知半解 这件事情不在论语里面 在礼记里面 孔子非常手礼的人 所有的伤事在一年之后 或者三年之上 这里面有不同的记载 一年之后叫祥 吉祥的祥 一年之后你就不能再哭了 就伤期已经过了 就像在过年你过了元宵节 就不能再说新年快乐了 新年快乐早就过了 专务节那天晚上就过了 所以那天还有人跟我新年快乐 我说你是明年吗 御祝吗 这是基本的规矩 所以孔子的儿子 是在孔子的太太死掉了一年之后 还在哭伤心哭 孔子听到了哭声 就问他弟子说谁在哭啊 我说你儿子 那我儿子怎么还哭呢 想念他妈妈呀 可是一年了 孔子就这样讲了 口气是我模拟的 然后后来学生就告诉孔丽 你爸说已经一年了 不要再哭了 过了就不好了 孔丽就没哭了 就这样 所以哪有时候不让他哭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学到的 我一直很希望洽子再去孔庙碰到他 你是不是有那个说孔子怎么样 我告诉你是错的 他说孔子修妻 网路上很多人流传孔子修妻 孔子怎么修妻呢 这个也出在礼记 不是出在礼记 这个孔子修妻记载出在孔子嘉宇的孔安国后续 孔子嘉宇这本书呢 非常奇妙的是有的书有孔安国后续 有的书没有 我非常不幸的买到了前三本 为什么书要买那么多本 就这样 这样我没小孩要养 所以可能就比较有点钱 有小孩我就得花给他的手机费啊 什么之类的 我买了前三百书都没有孔安国后续 所以我也找不到啊 书上说有那个 然后说没有看孔安国后续 一直到最后最后最后我买到一本 有孔安国后续 我后来买书就特别注意 这本孔子嘉宇 有没有孔安国后续 所以买书要看版本 诶一早 有 果然有一段 怎么说的 简单讲 先告诉你 万一你到孔苗区 或者人家问你孔子修妻 孔子的孙子 曾孙子 说他们家三代修妻 他修妻 孔子的孙子 孔子的孙子 孔子说他家三代修妻 那孔子是孔子的孙子 孔子的儿子叫孔黎嘛 他修妻 那你想第三代是不是叫孔子啊 不孔子的爸爸 孔良何 所以三代修妻 是四代中有三代修妻 孔子刚好就是梅修妻那一代 梅修妻不表示孔书关系好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现在只讲修妻 好 所以就是读书就没有认真说 说三代 然后就说既然只是说三代 就网上算三代嘛 就这样 错误就这样来的 你只要看孔安国后续 所以后来有人就不服说 说那后续假的 Well 那至少有这么个记载嘛 所以我才知道 为什么很多书不 看孔安国后续 因为他一看不就是孔子修期吗 可是那些都是读书不认真人 他有讲孔子三代修期 没有含那一代 了解吗 要为圣人掩饰 所以说对圣人不利的话 咱们就把它修剪一下 这不就假新闻吗 修剪的结果是好还是坏 这不是我发现的 只是人家发现以后 我再根据人家发现 认真去读那个 真的就真的如他所说 确实有三代修期的说法 所以我们在读书 有时候这个东西要认真一点 这不表示说我在替孔子说话 我在根据文献说话 如果这文献说孔子有修期 那我就告诉你孔子有修期 然后我就透过这个故事 知道为什么有些版本 不收这个东西 我也这样如实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还相信孔子有修期 我希望你至少认真听讲 不是因为我欣赏孔子才这样 老师跟原点和二手书 所以我很少看二手书 我看二手书常常看不下去 因为常常觉得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读书的呀你 有的人就以鹅传鹅 大作家一样 大学者一样 我有些地方没真正看 也一样以鹅传鹅 我也看新闻 有时候我也相信新闻讲的东西 这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排除的错 所以只要时时不断地提醒自己 在有能力的时候 像我们要教的东西 我们要认真地看所有的资料 不要根据一片面之言就决定了 还有师兄之间的互动 这很抱歉 非常非常抱歉 我年纪到了这个地步 还有我现在生活状况 我基本上不会常常待在学校 早十年二十年 我住在学校附近 我基本上每天在这个研究室 我研究室就我书房 所以你随时找我我都在 所以我现在比较好关系的学生 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学生 因为你随时找我我都在 所以私生互动这一点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抱歉 这因为时间管 但你找我我一定不会拒绝 但我不会找你 懂吗 所以我希望同学主动一点 你真有什么问题 你愿意找我 我会跟你约时间 但你不愿意找我 我不会 我就算发现了你作业的问题 那都已经学几件数 我只有一个口号 看你要不要相信 一日为师 终身服务 看你要不要相信 原点跟知识 跟二手书的知识 我举述那么多二手书 在前一章 就是告诉你 这是很多种说法的 你要相信什么说法 这是一个智慧问题 原点的时空跟当今社会的关系 他们都娶两个老婆 三个老婆 好顺便问一下 因为你们今天教的作用 孔子有几个老婆 数量 认为一个的请局生 查到两个的请局生 没有人查到孔子有两个老婆 好那你们是对的 这个是开头 孟凯默德查到九个老婆或以下的聚首 十个的聚首 十一个的聚首 好 十二个的聚首 十三个的聚首 OK 好 还有更多的聚首 你查到几个 都十三加一吗 十三加一啊 十二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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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网路上都有 这答案是吧 好吧 那 你们有人去查 每一个名字都有对调的人吗 十二个 有查过十二个是吧 到时候我们看我们讲 也有几个 好 那郑子公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几个 知道全名的请局生 查到全名的 天川也说传说叫松 对不对 对 那个你看的跟我是一模一样 传说叫松呢 都没有说他叫松啊 那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因为郑成功自大木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郑成功有一个号 叫什么松是不是 所以那可能今年妈妈的 是这样推论的 我猜 所以郑成功妈妈应该有名的 没有名的 天川市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的某一个海边 还有郑成功诞生的地方 有一块石头 你照片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郑成功的海边出生 我要有人在山洞出生 有人在海边出生 你觉得这很稀奇吗 然后现在人都在医院出生 这很稀奇吗 这是时代的问题 应该不太稀奇 我觉得比较稀奇的是 日本有耶稣的坟墓 还有杨贵妃的坟墓 然后印度也有个耶稣的坟墓 我就不知道这耶稣是否同一个人 理论上不应该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因为死了仗两次 这很怪 那以色列没有耶稣的坟墓 了解吗 我们再讲 再讲一个 当然还有其他问题 性别 族群 宗教跟政治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有我们宗教的问题 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汉人 所以原住民学这个可能有点 这个性别问题 因为这五大圣哲全部是男的 为什么没有女的 你去教五大女圣哲啊对不对 我就找不到啊 所以我已经让你去找 五大圣哲相关女人的名字 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大的 孔子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查到警局上 就顺便讲一下 好 这里有个繁体字跟兼体字的问题 所以大陆同学我要特别跟你讲 因为在我们繁体字里面 那个征 一个这种双人旁那个征 跟出征的征 繁体字是两个字 所以孔子太太是颜征在 是那个双人旁那个征 繁体字 简体字呢 因为都改成了出征的征 万里长征那个征 所以那个呢 在古书里面是错字 繁体字有两个字 所以颜征在那个征 你当然在繁体字 在简体字当然 那个征跟出征的征 是同一个字 但原来是那个征 我特别要跟 因为有时候有大陆交换生来 他就搞不清楚 这是少数繁体字 有时候繁体字有两个字的 简体字变成一个字 盛哲社会原因 就是传统建立 这个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那第一个观念 跟传统有关 传统这本书 这是 简体字版 这是繁体字版 这是 这是英文版 所以 这个书 就叫Tradition 但是它的定义 其实 讲到一年很简单 就是 它有千百种定义 最基本的 从过去传递到今天 任何东西 我们通常讲传统的时候 不是任何东西 而是 过去传播到现在 比较好的东西 优良的东西 才会叫传统 所以有时候呢 会加上一个 有一点重复之 叫优良的传统 那不优良的传统 大概都不会有 那以前优良的传统 就叫国粹 精粹的粹 当然有些反对中华文化 那是不是国杂 现在比较渣男 渣男听起来非常的 我每次胡子没刮 就觉得自己是渣男 觉得异常不好 那流行跟传统是不一样 因为传统必须包含三个世代 流行可能一个世代都没有 就很短暂 在台湾尤其你年纪小 看了很多东西 你以为会留很久 或者有些老人家 会觉得有些事情 新的事情 特别是 可能就过眼缘缘 但常常不是 电视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电视之前是收音机 所以电视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还排斥这种影像 所以后来就出现一句 很有名的英文 说TV Television TV is here to stay here to stay 它会常常 就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 电视会在 跟当时有些人认为 电视不可能 电话也是 其实从电视以后 就有视讯电话 但视讯电话一直不红 你现在有视讯 你也尽量不要开 为什么 有时候你想打电话 不想让人家看到你在干嘛 所以很多东西是 看起来好像会留很久 但是有的时候不会 那这种预言错误的事情 非常多 我常常在这里待了三十几年 这里就二十几年 我常常预测哪家店会倒 因为我去吃吃完 我觉得 这么人来吃点 也能在这活吗 就是人家活得好好的 我预测也会倒了电 都没倒 然后我预测 我预测不会倒了电 有些倒了 不是说都倒了 所以可见我的预测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没有任何用处的 所以我只是跟朋友在一起 无聊的时候聊天一下 然后被冲到传统 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 看起来好像很久 其实都不久的 台湾很少百年老店 这跟台湾不正经过 大陆百年老店也不多 所以他们有一个招牌 叫中华老字号 你再读老字号 大概也很少像西方 有的西方也不多了 坦白讲 所以这种 很多都是被创造传统 我看到因为 比如说创业于民国六十八年 我想就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这是什么历史啊 对我这种人 对你们可能觉得不得了 这古早味啊 你的古早跟我的古早差很远啊 我的古早都是很不卫生的 这种古早啊 我听到你们说要去吃古早味 我都吓得 我就觉得赶快吃完就要拉肚子了 你们还有古早味 这是一个英国左派逆史学家 叫Aaron Hobbesbaum Hobbesbaum有埃及的学徒 好像是 说被发明的传统 用于广泛 但也不是很精确啊 包括了实际被发明建构的 还有正式成立的传统 以及在短时期被定义出来的啊 也许是几年中 比较不容易被察觉方式 快速建立起来的 那被发明的传统通常指的是 是受到外在或隐含规则的约制 或者一套仪式啊 或者符像特质 符像我通常翻成simple 或symbolic 因为simple可以翻成符号跟象征 你要同时翻成一个字 还不容易 所以把它翻成符像 其目的是 透过不断重复 灌输某种价值跟规范 也同时自动隐含 跟过去的连续性 像什么春娜啦 那种演唱的 共聊音乐节 那都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完全没有的东西 可是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 因为你们的是那个年轻 所以可能从你们小时候就有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传统 我看跟对谁而言 他说我们关心这个被发明的传统 出现的发展 而不是他存活的机会 因为会存活多久 真的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在这个时代特别是 好 所以这是跟流行的不同 存活的短了 那事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叫流行 存活的时间长了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传统 那还有几个研究传统 这个是卡莱尔的这本书 这里面有一篇 特别讲到作为先知的英雄 穆罕默德 或伊斯兰 因为是个演讲录 所以非常的冗长 没有讲到其他的人 那这个刚刚也讲过 夏普的比较宗教学 比较宗教学跟圣元法式的宗教 比较宗教学 那个详细的目录 在第一节 第一次的讲义里面都有 那Campbell的这个也是 他讲英雄的历程 讲了启程启蒙 回归还有关键之要 那是讲神话过去比较多 那宇宙发生有流存同女生子 这中国人没有同女生子的概念 孔子也不是同女生子出生的 所以这个是以西方为主的观念 而且大概只有耶稣是同女出生的 穆罕默德也不是同女出生的 你不能就把这个 奇怪的人相信的东西 变成全世界人相信的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你只能用说 因为方便所以相信 所以这个 有时候西方人很容易 从基督文明的立场认为 全世界都这样 其实不是 这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 慢慢就知道了 然后英雄会转发 也会消极 那这些人就穿上去 就是雅斯佩的 我在很早以前买过一本 雅斯佩的德文本 就那么小的一本 历史的目标一期 也没放在家里 所以一直以为我没有这本书 那他反对 黑格尔提出以西方基督教为中心的历史观 这个也是西方人 当然以西方为中心的 西方人怎么可能以东方为中心呢 就是西方人做西方人做的事情 我们东方人做我们东方人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看来能不能把它合起来 所以这个雅斯佩反对这个 那他能够读到的书 跟黑格尔时代 能够读到东方的文献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也不能因为这样 当然你那时候想说 就算你想有一个世界史的概念 但是没有其他的资料 你能够做什么呢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对吧 然后说基督中的信仰只是一种信仰而已 那个字在我们现在就是很容易 是尝试的问题 在以前交通那么不发达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你除了家门以外的事情 你除了国中发生的事情 其他地方的事情你不会知道 不是全人类的信仰 他的缺陷是这样历史观 只对信仰的基督有效 在当时这样就够了 那这个时代就不是这样 所以上这门课也是替各位准备一下 你要面临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你怎么去面临 对于这个不同文明的了解 那这里讲比较多的是轴心时代的这个概念 第一个轴心时代呢 雅士卑认为是适用全人类的 所以这个不仅在西方 在西元五世纪左右 特别八百年到两千两百年 这个很尴尬啊 就八百年到两百年 什么五百年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说以五百为中心 加减三百年 加三百年就是八百 然后减三百年就是两百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也是先射建在法靶啊 因为根据当时的说法 大概这些人出生 最早出生的就是西元圈八百年左右 最晚的出生是西元圈两百年左右 但耶稣不是 所以这个定义如果要这样也有些困难 老子公子都不是 佛陀的出生年 我们现在摆在最前面 是在孔子之前 但是我看到一个资料 但是那个资料没有更详细的 他说现在的新的发现 佛陀的出生年代 可能要比现在公认的年代 要晚一百年 那么孔子就会跑到前面去了 那孔子出生年代 相对于是确定 因为有那个日识的记录啊 他大概就大概在差一年 顶多差一年 那个在这个时代 差一年已经算是很小的五差 所以这是这个公元五百八百到两百 我那时候不太懂八百到两百怎么回事 又五百回事 就是加减三百嘛 五百年代加减三百 这也太宽松了嘛 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 墨子庄子列子 就只有老子 除非他姓老 叫导丹 如果他姓李 那这都跟这不合 印度出现奥义书 还有佛陀 佛陀年代非常难确定 甚至有人怀疑 这个人有没有出现过 那是因为印度历史的特质 他们不太在乎时间 他们时间观念 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好 伊朗呢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 这个名字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尼采写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书 这个就是 他是伊朗的 是叫做仙教 一个那个士在一个妖 那个字 有人有边读边念妖教 那好像应该念仙教 巴勒斯坦 就是现在中东 出现了很多先知 以利亚 以赛亚 跟耶利米 这都是旧约里面出现的人物 这些人都是为了 后来要来的那个人做准备 这些是前导部队 伊利亚 以赛亚跟耶利米 那希腊呢出现了河马 还有哲学家巴勒尼德 赫拉克里图 柏拉图 卑鄙作家 修齐底德 阿基米 那这次历史学家 这次在洗澡的时候 跑出来说 啊我发现啊 那样 然后再介绍罗奔的第一人 啊 那以赛亚跟迪然并不互相熟悉 为什么这个文明会这样 封封封封封封封 然后不约而同的冒出来 这是后来研究者感到好奇的问题 啊 所以他觉得呢 三个世界产生了新的事物 三个世界史 东方世界 印度跟这个 地中海的这个东部 所以根据地中海史观 现在的中东 以前叫近东 我们在远远的叫远东 印度 不要叫什么东 印度可能叫中东 因为有远中近的问题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中国的战区 在世界的那个盟军里面 叫做远东战区 啊 那我们的这个蒋介石 蒋总统呢 那时候叫做远东战区最高领袖 Generalism 这个字是为了他 他这个人是专用的 Generalism 一般都是General 它是Generalism 啊 这个地里面时代比较远 离我的时代比较近 人类自身整体存在 知晓他的自我跟自己的限制 开始注意到人的问题 而不是天的问题啊 以前都在讨论天的问题 苏格拉底也是第一个 把人事的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当成一个注意的对象 而不是在讨论天的问题 然后经验到世界的可不 啊 Fuchtbarkeit 跟自己的无力 Oh Mark 希望人觉得自己无力 所以一定要有个超越的人来领导你 这超越的 不是人 超越的东西 或者Being 超越的存在 那神的观念就这样来的 中国人不这样想 在中国的易经里面 所以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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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创造的 就这样吧 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不需要一个创造主的概念 所以这西方人就很不懂啊 那你都不觉得 就有一个宗在这里 一定有个制造宗的人吗 中古时代的哲学家 就告诉你 有五种方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我以前念哲学 念文学哲学 要读那篇文章 怎么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 用这个比喻 当然是有个创造宗的人 如果不用这个比喻呢 我们为什么需要 人家无限的后推 都一定有一个创造者 就是他们觉得那就是神 那我们不无限的后推 就没这个问题啊 基本问题是 他在深渊之前 提出解放跟救赎 因为深渊就是这个世界 基本上是苦难 尤其在古代人 什么都不方便的时候 然后资源在那边竞争的时候 然后靠的都不是 靠和平的方式 靠的战争 那时候连扫把都没有 可以拿起来 就拿棍棒 石头 所以那个 所以需要人来解救他们 所以西方的宗教 宗教一直是一个救赎的宗教 靠外力救赎的宗教 中国人的宗教 基本上如果有的话 应该不是靠外力 是靠自己的 孔子都告诉你自己修德 就算好人也会碰到坏事情 疫情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些事情 有食有味的问题 不同的时候你就算做怎么样 还是有坏事会发生 那你要怎么办呢 跟着做坏吗 没有啊 你继续修德 简德避难 我们现在如果碰到坏事 就觉得我真倒霉啊 我干啥老实啊 我就跟他拼了 我就 你就开始 就投降了 孔子就是说你要跟你的信念坚持在一起 你不要投降 就算是世界对你不利 你都不能投降 好 所以这是我学到的 还有呢 他有意识在总统的限制下提出最高的目标 孔子最高的目标 我觉得简单来讲 都容易里面 老者安之 朋友心之 少者怀之 我觉得这是 到现在为止都很难的理想 我们的长照 基本上也是要朝这条路上走 怎么样让这个所有人在政府的这个规划之下 都能火安安享天年啊 会有很好的成长啊 好 那他在自我自我死存在的深处啊 这个就是自我存在 的深处 体验到不确定性跟超越的清明 这话你问我 我也不懂 超越通常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 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更高的真实 常常觉得人是混沌的 只有神明是 是清明的 好 在这些混沌中 产生我们现在还在思考的基本范畴 这都德文字 跟英文很像 所以我就没有翻出来 也创造了自信 我们都还活在里面 世界宗教的基础 因此迈向了普世 所以基督宗教 基本上让世界人 基本上活在 大概同一个架构里面 或时间的架构里面 另外他从轴心时代来看 世界史的结构 所以成千上万古文明 随着周一时代而到处终止 周一时代同化他们 接受他们 让他们沉默 就把他们全会并为一体了 所有的人类就在古代 靠着这些文明的创始人 让大家觉得我们都是人 都是一体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后来就分散了 然后现在希望要借着 全球的问题方式 再把它结合成 人被依靠当时发生的 跟当时被创造的 还被思考的事物 或存活到今 这物应该是另外一个物 还有周一时代 虽然在空间发展有限制 在历史发展是涵盖一切的 原来发展在几个点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变成全球的东西 现在你不学孔子 全世界有很多人在学孔子 那孔子学院是另外一个问题 孔子学院有人说 孔子学院不叫孔子 我跟你讲 这还不是孔子学院的问题 歌德学院也不叫歌德啊 那种学院都是教语言的 某种程度都是一个国家 希望让别人认识他文化 你从这点观点来看孔子学院 那问题就不会太大 但是你要从政治观点来看 那我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好 他一旦三贵民相遇 一种彼此更深刻更相互了解 是可能的 这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情况 我年轻的时候都觉得 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主义国家 必有一战 而且是核子战争 我到科大念书的时候 1981年 每个学校都有地下室 都有防空避难室 都有一个储存防空避难室的食物的桶子 那个桶子的食物已经准备了二三十年都坏了 可是美国就是有一段时间 台湾有一段时间 后来我听大陆朋友说 他们有一段时间 学习如何防空避难 就是核子战争都怎么办 我们呢 就要躲在桌子底下 我还记得那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那光会很那个 瞧瞧看 看了就瞎了 耳朵呢 因为声音会很大 你会被震容 但是呢 你躲在桌子底下 不保证你会活下来 我小学的时候 每个学期要做一次这个训练 至少你们不必啊 光准备战争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更可怕的 如果你要让它发生 这个 所以要更深刻的了解是可能 所以最近川普 大家对他 美国自己的一些反对者 反对他的人 对他有中班的不满 千班的不满意 万班的不满意 但是对他 跟这个金正恩两个人和谈 这件事情 都是 赞成 因为这可以避免 叫可能发生战争 可能 这里面当然如果有任何猫腻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至少大家都在努力的避免战争 我觉得这是跟这个文明是一样 好 那苏格拉底 四大圣者就讲到生平这些东西 这个我在前面的讲运其实也有 佛陀他也是一样生平教义影响 我现在讲的会比较多 基本上架构是差不多的 当然对孔子我的认识跟他会稍微不一样 那耶稣 他没有讲到这样就在公海摩德 那另外一个人叫 这我在知识社区里面也有讲到 他就有一篇文章讲到领袖跟追随者的问题 这篇文章写的时候好像纳粹还没上台 所以我不太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那个讲 虽然是2014年翻译的 不表示他是2014年文章 他讲到领袖对领袖的渴望 后来希特勒变成当时纳粹德国的疯狂的领袖 然后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 我年轻时候的蒋总统 毛泽东在那边 全世界都有卡斯楚 都有这种大家追随的领袖 那宗教狂热式的政治运动 你们至少在现在总统你可以看不起 你可以怎么认人糟蹋 那真的是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 我们以前提到领袖的名字都要讲 像纳粹一样 所以有一阵子 我们听到国家应交抵争 表示对国家的什么 现在都不必了 这种对我们这个时代人 会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就表示你以前学的都是假的 冲击是这个 好,那你们这代人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那代人相信的 你们当然气之如必喜 那有时候就代价的差距就更大了 那你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们好歹有个信仰虽然是错的 所以这就会造成这种 哎,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没小孩是对的 我有小孩会怎么跟他聊天呢 没法聊吧 领袖和凯模有差别 领袖的作用是广阔的 在公众的土壤上 是在所谓历史的喧闹市场心得的 相反的,凯模的作用是朦胧神秘的 凯模是在每个人跟每个人群的灵魂深处隐藏的运动能够改变的 所以凯模是比较重要的 领袖是靠的宣扬出来的 靠的那个烘托出来的 靠的什么,声量你们现在叫做 那不是正在发声吗 我就不要讲谁了 因为到时候看电视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或者那个人真的变成什么样 好 哲学临就是传统,现在说凯模 他有几种,一种圣者 这就跟我们讲的差不多 这应该是凯模啦 天才 我们称话的天才都是小孩子 很少说老天才 谁老是真是个老天才啊 你讲什么 这话天才我常常不能跟这个 天才都跟数学啊,物理化学有关 很少人说他是国学小天才 那个需要,是天才,那不是天才 钢琴天才,美术天才,艺术天才 是吧 哪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天才 听都没听过,Oxy Moran 不可能的 不然的话你们有社会系的同学 票学一下社会学天才 我们二年级社会系二年级票选 他是社会学天才 那你问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他天才在哪里啊 天兵可能,天才难选啊 英雄,英雄也是一个看你怎么样命名 怎么去那个,日本人 英雄有人把它当成名字 你有听过你的同学里面有人叫英雄吗 我学生教那么久没有人叫做英雄 有没有考虑改名啊 有没有考虑改名啊 我就说,同学,英雄 又,多爽,没有人 要不要就改,圣者 天才,英雄 这样的话我好像就像唐僧一样的 悟空,师父 文明的领导人,心灵的导师 所以很多现在新兴宗教的一些领导人 都被认为心灵导师 因为他讲的话,他觉得 啊,我老师讲话,踢呼灌顶啊 我有时候,也带自己太心傲了这样 常常觉得这什么屁话,我也会讲啊 可是人家讲就是人家是大师啊 我讲,谁听啊 还有生活艺术大师 这是他分类的 那另外呢,韦伯的观念就是Charisma Charisma的观念不是大罢名的 还有谈到宗教传言人跟这个社会阶层的问题 这是他研究宗教社会学 所谓Charisma的原意就是天赐恩宠的意思 德文叫Gnadengaba 英文叫The Gifts of Grace Grace呢,是恩典的意思 上帝的恩典的意思 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这个英文的圣歌 叫Amazing Grace 那个所有的女高音 大家都会秀一下这首非常非常好听 Amazing Grace 然后这里面有提到这个早期基督教的词汇 是这个人法人,这个人弄出来 然后并不是新的东西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某些人 因为具有这个Charisma的特质 被认为是超凡的 Extraordinary 跟一般人不一样 秉赴着超自然以及超人 这超人不是会非那样叫超人 他就跟人家不一样 而比人家好的应该讲 是往好人的方向 跟人家不一样有比人家差的 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 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 他们具有神圣性 至少表率的特性 某些人因为具有特质被认为是领袖 Führer 这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人对提特勒的尊称Führer领袖 不称他的名字 然后还摆出一个动作 我不是纳粹 我就不做那个动作了 我不想说看电影 一堆这种电影 雷秋 最重要是服从卡丽斯玛支配的人 这些皈依者 他们是如何真诚地看待 具有这些特质领袖的人物 所以我那个时代 全世界的政治领袖 都被烘托具有这样的特质 莫索里尼啊什么的 就神话 把他们神话 现在要再做 就很多人会扯你后腿 但以前要做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个卡丽斯玛 具有被认为有具有卡丽斯玛 都是因为正在信徒的眼中 出现的 不是他本身真具有什么特质 但是信徒可以看出这些特质 到现在为止 很多宗教的大师都是这样 然后那些信徒都会告诉你一些 师父的伟大的故事 神迹性的故事 你不会相信的故事 我母亲生病了 遍循名医救不了 我师父去看看她 摸她一下手 讲了一个咒语 就好了 你药都不用吃 就类似这样 如果这样当然很夸张 但是就是表示那个师父 为什么会让人家信赖 你又不是傻子 我干嘛信赖她 因为她能做出一些我们医生上的生活 做不到 那我妈生病 就摸着我妈的手 我妈妈好像告你性骚扰 对吧 你什么人 我孙老师 我教圣子的社会学 你解释半天去个警察解释 然后这边有几种 狂暴的斗士 就是啊 杀满人啊 这个摩门教创始人 他说的是人家是骗子 希望摩门教都看到了 这是微博 有冤 抱冤有仇报 仇别找我 这是他书上写的 还有另外叫文人默克 也是所谓的charisma 好厉害啊 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人 那你们现在因为有动漫的时代啊 你们很多人活在动漫里 那动漫的人都很厉害的 杀不死的啊 有很多特殊功能 可以飞很远的啊 可以飞很高的啊 那特性呢是被支配者承认 你就算谦虚说你不是都没用 人家认为你有 另外呢 长久无法让追求者受益的话 就会上次chisma 所以通常你还是要秀一点什么 或者要创造一些神话 那些神话让人家相近 通常人家会相近 就算你不是当事人 你说我听学姐说过啊 那老师很厉害啊 他只要看你一眼 就可以知道你这约起过 能过不能过 哈利斯玛共同体跟管理干部啊 就是到时候他一群人的 那个师父不会靠着一个人 靠着一个人他成不了事了 那他靠着别人做宣传做烘托的 帮他圆的帮他怎么样 帮他阻挡的啊 所以你看这大任务出去 都有一堆保镖啊 都有一些身边的人 还有什么公关的人 大概类似这个样啊 哈利斯玛支配的 跟传统型的理性就有差别 这是他区分的两种类型 你学社学理论 你应该会学到啊 啊就理性跟非理性的问题 那纯粹的科里斯玛支配跟经济无关 啊 就这些人就是靠着他的那种特殊 像耶稣的故事 大概是最明显的故事 孔子可能还不太算啊 孔子在信徒里面有啊 在外人常常不觉得他怎么样啊 有人还认为孔子是上家之狗啊 我们到时候会讲一下 有一次他的弟子走失了啊 人家说你有没有看到 此路说 情况下 你有没有看到我老神 那你老神是谁啊 我刚刚看到在东门那边 有一个人啊 这些人啊 不用看啊 所以你看那家犬啊 他上完厕所 在哪儿上厕所 在哪儿跟电信感上厕所 他都熟悉得很 上家之犬 就是那走失的狗 狂狂来 在哪儿 然后走路非常快 流浪狗也不会这样走 流浪狗已经知道自己是流浪 也非常非常的稳定 只有上家狗 刚开始进入上家的状态 好 那这个Kharisma呢 领袖消失后的继承问题 这是因为我们要教那个 这些圣者身后他的继承问题 这是所有的都逃脱不了 逃脱不了的继承问题 我们民主时代是靠着选举 但是呢 在这个就是靠着指定 但指定以后 都有另一份佩服军的问题 就会产生冲突 像这个伊斯兰教的冲突 就是因为到底要传给自己的女婿 还是传给另外一个人 就引起了后面的这个分派的问题 孔子死后如分为八 在荣子里面 同样被称为是儒家的人 他就骂了三种贱儒 现在骂贱人很多被告法庭 何何况在荣子骂贱儒 所以荣子竟然骂了三个人贱儒 指章是指下士跟什么士的贱儒 所以后来的人就不让他进到孔庙 所以孔庙里面 你虽然在念书的时候说荣子是儒家 或者法家创神 荣子不在孔庙里 从来就没有人认为他该进孔庙 除了我 我为什么认为他该进孔庙 因为他姓孙 荣跟孙古代是同音 所以荣子原来是孙亲的意思 好吧 反正我也不会进孔庙 那我们就在孔庙门口卖 欧脸好了 从神医来选择新的领导者 譬如神医抽签啊 神设分技巧 像五年一年 每个庙还得抽国运签 有决男的charisma 指定的继承人 并且有罪税的家里承人 所以你在一般人知道佛教的故事 说释迦牟尼佛要过世传给谁啊 他讲经的时候 那个家设尊者 就坐在下面念花微笑 那就是你了 所以各位记住 上课的时候带一朵花 没事就看那朵花 那你可能就搬到最高分了 根据这个逻辑 或者我就建议你去辅导师 去看一下心理师 怎么就上课 就忽然间自己笑起来了 开始通过血缘继承 这是有时候 为什么要用这个血缘的迷信 可是血缘真的能保障什么吗 血缘是保障他们家人的利益 血缘没有保障什么 这已经从孔子以来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孔子 应该不会希望 他的子孙继续继承 他是他的家计是没问题 不希望孔子的子孙 如果没有财没有德 不会希望即使 有每年的季孔大典 有他子孙来的进行 他家计是可以的 因为他的后代 但是真正有德有财的人 每一届来记得孔子 应该是孔子比较喜欢的 因为孔子希望有闲人出现 而不是靠着血缘 血缘带历来的王朝 祖亲中外皆然 全不了几代的 爸爸是英雄 儿子常常不会是好汉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 因为爸爸经过了苦难 获得现在所有资源 不管是商界或政界 或者以前的那个 所以呢 他一直希望下一代好 所以不希望给下一代苦难 然后为了下一代好 下一代就没有任何的磨裂 就变成少爷的小姐 或公主跟王子 然后就变成公主兵 王子兵 怎么可能继承你的东西 全部别拿走啊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问题 觉得说 哎呀 这个我要为下一代好 你要为下一代好 就不要替他做的太多 另外还有charisma 透过某种仪式 由持有者传给另外一个人 或者有某种仪式 在一个人身上创造出来 就职位性的charisma 像大成奉词官 我在我别的课堂说过 大成奉词官应该有选举的 谁有才 或者参加什么 台湾好大成奉词官 因为大陆没这个位置 然后来比赛啊 PK一下 你懂得奉词多 还是孙老师懂得奉词多 对吧 孙老师可以当裁判官 甚至我也可以出来参加比赛啊 对吧 然后竞选明年的这个大成奉词官 竞选那干嘛呢 也没钱也没干嘛呢 那天还要早起 对不对 还要吃早餐 不然当场在祭拜的时候滚倒了 不是很尴尬 好 那这个就讲到这个 我就不多说 因为我不太了解 他思想产生思想 或者个人产生思想 这不同的两个立场 他讲到个体的 团体的历史 还有世代网络 还有结构上的对手的问题 这跟我们要交的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因为他有讲这个 那阿布瓦克斯讲到 集体记忆跟记忆的社会框架 这我在知受学讲比较多 如果这边你觉得有什么不满意 他的这些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集体记忆跟记忆的社会框架 我们的记忆通常都不是纯然的什么 生理上的问题而已 有时候看我们的思想 受到这些框架跟参与的程度的影响 才开始有回忆的行为 我每次都说 你可以回想到上一个礼拜上的课吗 如果叫你们写一篇文章说 回忆上礼拜上的课 你要记多行 你可以看出全班个人位置 记忆的不同 那这个还是你能记得的 学习末 我再叫你回忆这堂课 毕业之后 我再叫你回忆这堂课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记忆的问题 好 那过往是根据档件需要被建构 这跟所谓的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除了梦境之外 在现实中过往并不如实的反复出现 而且站在显示 过往不是被保存下来的 而是以现在为基础而建构的 历史是最明显的 你的学到的历史 跟我学到的历史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也有一样的部分 当中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现在政治立场不一样 同理 你现在学到的历史 跟将来你学中学到的历史 很又不一样 就是看看会不会这样 所以这就是记忆的框架 不是个别记忆的大乘 不是你去访问A怎么样 B怎么样C怎么样 不是的 而是它靠着各种宣传 靠着课本 什么告诉你的 这个事情 然后靠着考试强化你的记忆 所以你的回答 你觉得就是这样啊 那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 那个别的经验 说可是我妈妈参加的是没有这个记忆 那你妈妈不算 历史根本比较重要 你妈妈那个记忆算什么 好所以这是集体框架的问题 还有重要关系和回忆 从而你的一些小时候故事都是你父母亲讲的 或者你旁边的亲戚讲的 你自己没有多大的记忆 如果我们直接回答我们对事物的记忆 一定会发现当我们父母朋友 跟其他人帮助我们的记忆 就会想起大部分 还有记忆跟你所属的团体有关 然后呢 现在的社会跟过往社会的记忆 也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跟经验啊 不是只有跟那个 还有个人记忆跟团体记忆啊 还有家庭啊 宗教啊 都会影响你的记忆 像宗教啊 如果你到以色列去 如果你信的是基督宗教 你大概感受的比较多 如果你信佛教 你到印度去 什么啊 这是佛陀诞生的地方 这是佛陀这个讲道的地方 这是佛陀的地方 佛陀的地方 佛陀死掉 专业处理叫佛陀 你去说佛陀的地方啊 我感到圣灵充满啊 然后这是佛陀诞生的那两棵树啊 他妈妈就打着这两棵树 然后他就出生了 从他妈妈的右鸽子窝啊 就蹦就生出来了 右鸽子窝出生 这记忆的记忆显然出了问题 右鸽子窝出生 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讲阴道 不好意思讲夸着大腿 可能出生比较顺利 对啊 然后说那就像就像 我才是这样 不然怎么可能从右鸽子窝出生呢 印度人再没尝试 也不可能那么没尝试嘛 懂吗 好吧 所以有时候我去思考 到底可能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就因为他给比 然后比鸽子窝 因为比的不好看嘛 你怎么不能插上来说 就太粗俗了嘛 对吧 你就拿这个类似的地方 就比一下 就知道了嘛 哎 你有时候跟小孩子比 不是我也是这样比的吗 不过这就有笑话了 他说那时候在推行家庭计划 就是节育的活动的时候 有些人不好意思告诉你那个保险套的用法 结果说这怎么用啊 那个圈导员就把他大拇指上 他说就套在大 就套在这上面就行了 就是那个人 第二天又生的小孩 他说每次都套在大拇指上啊 怎么就不能避孕呢 懂吗 所以你就知道 从这个历史就知道说 有时候不好意思直接那样子讲嘛 拿这个来比喻那个地方嘛 对吧 拿想到那个人就只看着这个 有人笨 你怎么办嘛 这是我的老师啊 他基本上都在做一些分类学 他说整个社群的记忆不是个人记忆 这不是他说的 前面就有了 比如有记忆之战啦 这个特别是不同的族群的人 对同样的事情有什么记忆啊 像国民党和共产党 对于抗战到底是谁打的这件事情 你光从连续去所展现出来的 你就知道 在台湾我们念的 都是共产党没有打战 没有抗战啊 然后共产党就说 国民党哪有抗战 哪有一直打输啊 然后最近有一阵子两党关系好一点的时候 这个在演出的连续剧里面 就国共合作抗战 然后现在关系又不好了 又不知道抗战戏又怎么演啊 所以抗战戏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 来展现具体的内容 反正抗战是真的 那谁打的 这个就看谁的主导权 谁来说话 这个就是记忆之战 这是最明显的记忆之战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而记忆社群 谁来负责记忆 通常都是些历史学家 然后历史学家就看文献 那文献他看得到 他写 看不到的 看到有时候也不一定写啊 不符合现在能写吗 有很多事情 政治不正确的尽量不要写啊 像在台湾现在 都最敏感的话题 过几天二二八 二二八现在的主题都是 那是一场屠杀 你能说那不是吗 上次有一个学者啊 就说根据什么推论二二八 只死了大概两千多人 几千人 马上被骂得一塌糊涂 说应该死了几十万人嘛 光这个数字啊 不要讲别的 光这个数字就是你讲出来 你有你的道理推论出来的数字 就马上被人家认为你正是不正确 人家就不看你的那个啊 你说根据这个推论 根据历来屠杀的那个推论 大概几分之几 还有台湾当时领多少就职金的人 因为有补偿金嘛 对不对 你只要能够提出一点证据 都补偿你嘛 那那个提补偿金那有多少 绝对不到几十万人 那他说那因为有人全家被杀了 所以没办法提出来 那有多少全家被杀的呢 光这个事情你就知道 这个记忆社群的问题 所以我从来不加入这种讨论 也没什么帮助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你有立场 你讲的这东西就代表你的立场 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立场 我觉得死人是一件真的是很让人悲伤的事情 还有记忆同步化的问题 这具体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 还有记忆传统 还有记忆地仪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长辈听到的故事 像我小时候抗战的故事全部听我爸爸说的 我爸参加抗战了 所以他有说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家 我爸老家是河南 然后1942年黄河泛滥 然后现在是饥荒 我从小就听这种故事 说过来大陆的导演彭小刚拍了一个戏 叫1942还叫什么的 我说我都不必看 我从小就已经知道那种可怕可怜的剧情 没犯吃是什么意思的事情 还有蝗虫避天 蝗虫飞起来 这个天就黑了 然后过往的社会形述 这情节怎么叙述的 像圣经的故事 是怎么叙述 孔子的故事也是 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的时候 并没有按照年来算 一下孔子17岁 一下他35岁 一下多少岁 因为他资料不完整 他自己也知道 所以没办法逐年来像年谱一样 每年记载 可是后人竟然可以写的 你觉得这厉害吗 司马迁都干不到的事情 后人竟然能干到 你有多看到什么资料吗 除非你多看到资料 司马迁没看到 对吧 那你可以说 我根据什么资料 如果你看资料跟司马迁差不多 或者看的比司马迁还少 然后你竟然能够把孔子的年谱编出来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好 进步衰亡 时间的曲折 还有阶梯跟竖则比喻 圈圈跟压韵 三月跟深谷 连奏跟断奏 这是音乐的东西 这是我们怎么样去叙述过去 还有历史的连续性 还有这个历史的不连续性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研究传统的时候 有所要注意的东西 其中有些细节我就不说了 上礼拜同学告诉我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说老师你有没有看过漫画《圣歌传》 我就回家赶快补充了我的 我就看了真人版 也看了动漫版 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碰到 所以各位有这种讯息可以跟我讲 我不一定会 因为我没有小孩 所以我错过了漫画时代 所以很多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您不讲我完全不知道 我能知道首种自从有佛陀的动漫 我都已经在我的朋友中间 我已经是很能接地气的人 虽然完全不选市长 那我们上礼拜交了两个单元 这个单元其实还属于上礼拜所谓 基本问题的单元 叫圣哲社会学的研究架构 因为这个学问没有人开展 所以我开展了 我开展告诉我我是怎么做的 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以后也可以学着做 你要插插社会学这两个字 你只要换上这个大家都可以用得上 那我是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 我在上礼拜已经告诉我 知识社会学牵扯的要素 第一个是人 或者叫人群 你研究一个对象 应有一群相关的人 这群相关的人的位置是什么 就是说人 简称人 但其实是人群 我们社会学不单独研究一个人 虽然我们在圣哲里面 研究的是某些是五个个人 但这五个个人 其实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都跟别的人发生关系 像你们第一个礼拜要做的作业 就是圣哲跟他的相关的女人 这一方面是希望男女平等 大家应该不仅了解圣者 还了解圣者相关的女人 因为在传统的书里面 没有特别注重这一块 我在这个圣哲社学教书里面 每一个人他跟女人的关系 我都会特别强调 这个是我大概在过去的书里面 我很少看到 第二个是这个人的思想 或者这个学派的思想是什么 第三个是制度 他就说创立的制度是什么 或者说他的门生创立的制度 那接下来是语文 他们用了哪些特别的字眼 当然因为这里面 我们大概除了孔子以外 大部分都是翻译的 所以翻译的译者已经替我们筛选过一遍 那我们自己要在看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说 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跨越翻译的障碍 但你语言能力不好的话 你只能受制于翻译者 那你会比翻译者高明或不高明 这就要看情况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 另外一个是时空的关系 有些时候你不能拿现在标准 去批评古代人 那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他真的不是古代人 只是说你学到他的故事以后 你在当代你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个人叫Ong的人 这个Ong看起来像是华裔 但不知道 他有一本书讲到 Orality跟Literacy Literacy就是一般翻译式字 或式字律 那Orality就是相对于 在字还没有发明之前 或字没有那么通行之前 或者字没有被使用的时候 口头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我们很多老师上课 都是口头在宣讲 但是并没有记录下来 现在你当然可能 哎呀同学我今天不能来上课 那那个老师讲的精彩 你是不是帮我录音录下来 那这个其实你真做这种事情 是违反智慧在安全的 在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刚去很多同学会要求 老师我上课可以录音 老师有人拒绝 说你上课好好听就好 老师我上课听不懂 刚去美国很多英文 就算托福考的再高分 你刚开始听不懂的 我大概就大概两三个礼拜 就压着听雷啊 你就看到同学笑 就跟着笑 同学不笑 在那边忧愁苦恼啊 我当初托福考那么高 怎么就听不懂呢 所以当然两个礼拜以后 这问题就不见了 那常常就会有人来交换心得 后来我的学生也这么说 我说哎呀都这样 你需要不同时间的转换期 有人转换时间长一点 大概一个学期 我大概没有听过一个学期以后 还听不懂的人 但第一个学期大概听不懂的人 非常多 好啦那有的老师让你录啊 就说你千万不要拿去做别的用途 我常常觉得很多老师都好像很骄傲 你一上课能做什么别的用途啊 我上这个课能有别的用途吗 拿去卖吗 然后就哇 洛阳纸柜吗 我们老师教的东西 通常都是社会上最不需要的东西 你送给人家 人家可能都还嫌烦 好啦 你就回到这个录音 结果呢 很多同学回家以后再听一遍 等于你花了两倍时间 在学习同一个东西 同学如果你上课都听不懂 你觉得你回家放录音 录音带我们的时代 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的事情 你还是听不懂啊 更增加你自己的焦虑啊 你以为你已经想出一个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想到你想的办法 是更增加你的焦虑 听不懂就算了 就过去吧 Let it go 记得艾尔莎公主怎么唱呢 就Let it go 记住 听不懂就算了 有些外国同学 听上课的课也叫 悲烫又悲苦恼 尤其韩国来的同学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就当做神仙上课 你当然听不懂嘛 对不对 你看那老师胡子跟神仙一样长 你听得懂才怪呢 好所以这口头的啊 口头其实保留了非常多东西 我们很多文明的东西都在口头上给流失了 因为口头要转成文字 现在当然有软体了 没有的话你得这样记啊 但同学你知道吗 你除非学过数记 不然我上课讲的你丢三落四 我当学生最不能做的就是记笔记 我在已经中文的环境 我都要靠过自己的消化 把它写成另外一篇散文 然后老师讲什么我自己发挥 常常听一句漏两句 听一句漏两句 到了在美国我做笔记 通常只有一个字 这个字听完我就不知道整个句子是什么 如果记完一整个句子 那堂课就过去了 所以我的笔记做得非常烂 我的笔记做得非常烂 所以我的学习是靠字学的 我下课到图书馆去看 然后我慢慢看我自己吸收 我到现在为止做很多事情还是这样 所以这很多那些口传 在以前文字没有那么盛行 或者试字率没那么高 你跟一个人讲那人不懂 或者那个人懂 但是他不懂的 不是字 你怎么办 现在不是字的问题 相对人很小 所以就有历史上的圣者 真实活过的 我们不一定看到 但是历史有记载的 传说中的圣者 还有文献中的 我们大概研究到的就是文献中的圣者 除非哪一天真的 谁碰了小叮当 然后就做了他的那个 像叫哆啦哩梦 对吧 反正这些人不同时代都不同的名字 反正就做他时光机 然后可以回到过去 那就可能可以知道 那目前为止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知道大家的文献中 那文献就是不断的出现 或者文献呢 可能有的文献不见 所以文献的变化也有 还有信仰上的圣者 像我们这些 除了苏格阿底跟孔子之外 其他都是宗教的这个创始人 或者宗教崇拜的对象 所以那个信仰是没得讨论的 诈骗社会学里面 有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研究信徒的心理 有一本书叫 When Prophecy Fails 当预言失败的时候 他们研究是一群 相信外星人会在世纪末 就1999年降临 然后把这群信徒带到 一个很好的世界去 也是相信这个 这个当然在第一个千禧年就没发生 第二千禧年当然也没发生 因为圣经启示录说会发生 但是两次都没发生 你要等第三次嘛 总而言之 所以这个就有人相信这个 可是后来那个教主的预言 就没有出现 说外星人会来 没来 没来 社会科学家就想说 那你这样就知道 你的这个教主说谎了吧 哈哈哈 你应该就不相信了吧 不 那你就不是信徒 你是信徒 你觉得一定有一个什么原因 我们的教主怎么会说谎呢 开玩笑 这个就是因为外星人改变的心意 世界本来会毁灭 因为我们这些虔诚教徒拯救了全世界 我还改变这时想干嘛 就类似这样的想法 所以信仰基本上是不可讨论 真的没什么好讨论 信仰连投票可能都不能投 你投了政府也不在乎 你看这一天的事情 管你有多少票数 他不在乎他就不在乎 他在乎他就说 你看人家这个老百姓是这样的 所以投票行为有时候是被利用的 现在看的比较清楚 以前相信投票是公正的 还有敌对的圣者或妖魔化的圣者 这个在基督教世界里面 对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就非常的严重 那同理在这个非基督教的文明里面 对这个基督教文明妖魔化也很严重 这都是一样 不信孔子的人就把或反恐的人 不是反恐怖分子 反对孔子的人 也把孔子讲得非常不堪 这个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 这不是新鲜事 完全不新鲜 好那还有传记 我们一般的传记叫biography 圣贤传记叫hagiography hagiography hagiography的写法 这些人天生跟我们不一样 这也能够忍辱负重 就像hagiography 现在大概就转变为励志故事 一个人从小非常的艰苦 受了多少的磨难 然后最后呢 成就在社会上有他的成就 那原始材料的选择 包括真伟的问题 这很多在研究这个 所谓信古学的人 很在乎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反正已经很晚了 我们活在现在 那都一两千年之前的事情了 再伟也是古书啊 只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真伟真的很难完全辨别 还有正典化前后 有些文献啊 在没有被公认之前 没有被一群权威人士公认之前 他就是什么都不是 一旦被公认了 他就是正典 就像圣经啊 论语啊 古兰经啊 这些都是这样 苏格拉底的文献也是这样 你看就论语好了 我最熟悉的 论语大概有七个地方是重复的 没有一个人敢删掉 连我都不敢删掉 我只能告诉你 论语这地方有重复 既然重复 为什么不把它删掉呢 因为他是论语 懂吗 你敢删掉他 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反正出门走路小心一点 会不会被剁脚跟都不知道 到时候变成兵武阳筐 在乙武后面变兵武 史诗缺文啦 就历上有的事没有记载 像耶稣的生平里面 有十几年不知道干什么 孔子也是 佛陀也是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跑哪去 那这就给小说家 或者那些好事者 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既然没有嘛 那我就可以随便想嘛 所以这个没有文献记彩 这个史诗缺文 这个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没有文献记彩 一个文是念问 四声 是掩饰的意思 就是没有掩饰 因为通常讲到圣贤传记的时候 你是他的崇拜者 你怎么会讲他的坏话呢 坏话是对方讲的 对方讲的 你就要群起围剿啊 粉丝都搞这种事情啊 你骂我的偶像 你试试看 我洗板我 到现在为止 跟古代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史诗缺文或缺问 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到一个稍微合情合理 所以我们不是从宗教立场来谈这些人 从宗教立场来谈没什么好谈的 尤其唯一真神那个阶段 那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只有一个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还有引额阳善还是忠实呈现 这里有为尊者会跟为亲者会 这是儒家传统 说是儒家传统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一样 我们自己的亲人犯了罪 好朋友作弊 你要去举发吗 我先不要讲太远的事情 好朋友作弊你要举发吗 你没作弊他作弊 你要去举发吗 如果他跟你是不相关的两个人 那你当然举发了 你一点道德压力都没有 其实他做错事情 你为什么有道德压力呢 然后非常尴尬的 通常的hustle blower 就这些举发人的人 都没什么太好的下场 原谅我这么说 我当老师不该这么说的 你看斯诺登 讲出了美国政府的那种 找出了那种 狗屁捣刀的事情 结果美国政府 他威胁到国家安全理由 他就得逃到苏联去 美国政府做狗屁捣刀的事情 不是应该呢 政府应该下台吗 怎么斯诺登跑 你就得被逼着跑到国外去呢 我就不要讲其他小的事情 所以各位将来到社会上做事 就有这种尴尬 老板做错事情的 你要不要举出来啊 你要不要举发啊 你举发的后果是什么呀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懂的事啊 还要忠实呈现还是毁谤圣贤 这是一个我教育书的时候经常 我觉得我守的是中道啊 我尽量不 虽然不信任何一个宗教啊 我写个论语写孔子 我也不是孔子的信徒 我只是一个好学 好古迷你求知者也跟孔子一样 那圣子研究的范围 包括出生之前那但只有佛陀有啊 他出生之前有很多故事 生命的历程跟死后影响 这三个部分来看啊 所以第一个就是他时代 跟圣者的关系 当然因为有关印度的事情 我知道非常少 历史书也知道非常少 所以这个部分我做不到 但是在孔子部分 我就可以做到啊 那孔子部分呢 因为录了引了 也上完一整学期的课 也出了书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可能讲的要省略一点啊 那各位有兴趣的孔子那部分 可以去网络上看 第二个生命历程 包括他的生命中的重要关系 有哪些碰到哪些重要事件 还有他的思想发展 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 他的生平跟他的思想 然后接下来 生后以后 他的这个思想 跟他的行为 如何的被神圣化 变成一个制度 那这个时代跟圣者 有大我脉络 跟思想脉络的问题 比如说孔子生在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很多想法 其实影响了孔子 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不学 就认为所有东西 都是孔子发明的 不是的 孔子只是一个极大成者 他就把他认为好的 他把它收集起来 就像我的讲义 那么多 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 全部都我打的 但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 我读了很多人的书 我觉得有些有到底的 有些实在没到底 我都把它放上来 然后讲给大家听 那当然有更多的书 是我没学到的 哎呀思想真毫无烟海啊 生命中的关系有哪些呢 那通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家事啊 这也是圣贤传记 跟别的传记 不一样的地方 圣贤传记的家事 非常非常的显赫 我们在这个讲的里面 只有苏格拉底 没有显赫的身世 其他人全部有显赫的身世 这个礼拜应该可以讲到佛陀 你看一下佛陀的显赫身世很长很长 那耶稣更不用讲了 你看那个马太福音书 前面就是你如果记忆好看 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那背下来干什么呢 师长啊 谁是他老师 这人跟谁学的 这人是天生聪明的吗 天生睿智的吗 天众英明吗 这人其实是还有老师指引 然后加上自己的后天的发挥 不要相信有人是天众英明的 所有人都可以从老师身上 学到一点什么 学到正面的或学到负面 师长啊 朋友啊 全世界没有朋友的人 真的是很悲哀 你们现代人很多人是没有实际生活上的朋友 但你们有网路上的朋友 你们网路上的朋友还真不少 耶稣可能是光棍 这是最尴尬的地方 他到底是不是光棍 因为他是光棍 这个就少了好多故事 说他不是光棍 这故事就很多 所以很多人就说耶稣不是光棍 气得这些信教的人说乱讲 有时候不愿意跟别人讨论 用乱讲胡说是最简单的终止法 亲子啦 小孩啦 门徒啦 对手啦 这个大家都会有 人怕出名猪怕肥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惹了谁 人家就对你不爽 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惹到谁 人家就是跟你意见不一样 那也不一定是惹到谁的问题 那生命历程呢 通常还有出生前的预言 这当然讲佛陀了 耶稣也是有个预言 但是是不是他不知道 所以后来施洗者约翰 就问他说 因为那个圣歌传里面 他有些翻译都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名词 所以有些有点尴尬 像这个施洗者约翰 他不要翻成什么这样 出生的预言 说他未来会有一个人来拯救你们 你是那个人吗 他就不愿意直接承认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从后面看 大家已经认为他是了 所以他应该是 但是从我们不心强人来看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他呢 可能还是别人呢 那时候叫耶稣的人那么多 你现在到中南美国家 你叫黑书 马上叫一堆耶稣 嗨 signore 出生 他们的出生都很奇特 苏格拉底出生就完全没有什么故事 成长 智学 悟道 传道 敌友 婚姻家庭 世事 还有接班 有的时候还会讲到 异能跟圣迹的问题 耶稣比较多 佛陀也有 但是这种佛教的神通 其实很多信佛的人认为神通不是佛学 但很多人学佛就是希望能够学到神通 很多人拜师父是因为师父有神通 师父能看透你想什么 师父可以知道你的未来 师父可以帮你麻治病 这些都是神通 圣迹 就在哪个地方做的一些奇特的事情 然后呢 生命的发展 第一个它是传统的延续或决裂 这是我们常要提的问题 难道历史到了他就开始转弯了吗 真的历史到了他就转弯了 但他是那个关键人物是为什么 难道没有传统在他身上吗 其实认真研究好像都有 一个人不可能凭空创出什么东西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去思想上 那他有哪些重要的创新 还有反对的思想的对比 我们今天交到佛陀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也希望能够学到 能够发现一个新的人生的道理 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人 他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想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身后呢通常就有圣像 唯一没有圣像的就是 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不能有圣像 当初台湾的某一个游乐园 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个了 就是要弄个五种宗教 五教共和 希望把那个圣像全部放在哪儿 结果就也弄了一个穆罕默德像 结果马上被人家告知 就是你千万不要做这事情 这是违反佛教 不 违反伊斯兰教的戒律的 就不能有像 那时候就引起讨论 那后来当然最大的问题 最引起国际上重视 是丹麦的有一个报纸 我在第一次教圣州社会学的时候 刚好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我那一开头就讲 为什么丹麦的报纸 用漫画 就嘲讽了这个 宾拉登跟穆罕默德 你吵喊兵拉登就算了 你干嘛嘲讽 莫喊默德 莫喊默德得罪你了 结果回教徒抗议 伊斯兰教徒抗议 丹麦政府就说 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 我一听好像也有点道理 好死不死的那时候 好巧不巧 好巧不巧 这样讲好一点 我们老老师不能讲话太粗俗 那是讲相声的专利 本人还没到那一届 不能准备的太过火 好巧不巧的 我们有几个同事到了丹麦去 在那前后 他们回来呢 大家就讲一下他们去丹麦的路 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刚好提到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刚好提到他们在坐飞机 要抵达丹麦机场的时候 说飞机上有广播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说丹麦是个王国Kingdom 所有到丹麦的人不能够 对他们的国王跟皇后 还有皇室的人不敬 酷喔 我就太酷了 那怎么就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啊 如果啊我记忆不错的话 我现在这个年纪啊 这个记忆常常会有问题 也可能对方改了 你们可以查一下到时候 如果你丹麦不准人家 对你的皇室做这种批评 那你怎么可以对伊斯兰 所尊奉的这个先知 穆罕默德做这种批评 如果讽刺那个是言论自由 那么批评你们王家 不也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吗 所以言论自由 跟这个尊敬之间 该有一个界限吗 不是吗 这应该很简单嘛 对不对 有些人是off the limit 你不能碰那些事情 那人家 穆罕默德就是不要碰的嘛 你干嘛非得碰啊 那人家也非得碰你丹麦的那个嘛 国王 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丹麦是国王啊 王国 Kingdom 我就不知道 我后来才知道 如果我们换过来讲 欧洲有几个国家是 所谓的总统制 或者那个 没几个大部分都是国王的 所以欧洲的皇室 后来才知道自己对欧洲历史 实在了解的太少 我的西洋历史 不知道怎么念 好 圣像 这个是不准有像的 那基督宗教跟这个 宗教里面分成天主教跟基督教 我们在台湾习惯这么说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一个差别之一 就是你看那个十字架 十字架如果有个耶稣定在上面的 那是天主教 就是一个十字架 谁也没有的 那是基督教 简单的区分是这样 如果你有朋友是信教的 你可以考考他 或请教他为什么 我们小时候呢 什么教堂都有的 学校附近 就有人说天主教跟基督教 什么差别啊 我们的小学生 应该就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小学生 就说天主教是拜圣母的 是拜他妈妈的 那基督教是拜他儿子的 拜他妈妈的 比他儿子还有用啊 对吧 我们都有妈妈嘛 对吧 所以就这样 我记到现在 还有圣像的禁止或杂陈 日本在黑船来袭事件吧 还叫什么事件 日本很早的基督教 在同时在十六世纪左右 进到中国也进到日本 有一个叫杀乌略的 后来刚开始跟日本人关系还不错 后来日本人开始禁止天主 那时候只有天主教 没有新教 就怎么样测验你是基督徒呢 这在有部电影里面也出现过 那个Andrew Garfield所演的那个电影 他演的《传教士》 他要测验你是否是基督徒 叫你踩圣像 你踩他过去 是基督徒你就不敢踩 你是基督徒就把你杀了 所以很多人良心上有很大的折磨 我要踩 我还是不踩 这里面就面对那 Andrew Garfield 他们好像就有人就踩了 踩了就会被 所以现在说你看 你这不忠贞的信徒 反正故事 哎呀真的是 一个是要命 一个是可以狗活 还可以做别的事 讨论 这东西真的是很难的道德抉择了 还有圣哲传体的形成 这通常都还会分派的 孔子死后如分为八 韩非子这么说的 荀子里面骂的三种贱儒 三种贱儒都是孔子里面的门徒 那三种贱儒跟儒分为八 有时候还都不在一起 那可见儒家分派分的很多 还有弟子未接的形成 谁是第一弟子 谁是一哥 谁是台大社会系一哥 譬如说 可能有人就会讲这种 我教了三十年说 没听过什么台大社会系一哥的问题 圣哲团体的分裂的问题 这个是历史 那圣哲思想的正典化 从思想到信仰的眼镜 我写孔子我不是儒家 我也不是孔子的信徒 可是很多人就认为 你写孔子你有写论语 你应该是个信徒 我不是信徒 我只是对这个思想很好奇的 虽然不是信徒 但是很尊重这些人 我要强调一下 不是因为不是信徒就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保留了一个不是信徒 至少就有思想的自由 你是信徒你就没有思想的自由 简单说是这样 还有神圣经典的编传 这神圣经典的编传 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原来 这是开会决定的 开会决定的 所以如果是真理 可以开会决定吗 可以的 你可能很不喜欢 但这是可以的 我们在台湾好像很多事情 都不是开会决定的 你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东西 尤其历史课本学到的 都是开会决定的 我跟你说 历史学家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有共识 那你读了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建议 历史不应该在高中以前 定于一本 你可以学 但你要知道历史 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忆方法 你到大学 你可以比较有不同的方法 而不是把历史当成你的信仰 把某些人的史观 当成你的信仰 很不幸的 在全世界的规模上面 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圣者思想路线的正统化 跟异端化 哪些被认为是正统 哪些被认为异端 在基督宗教的思想上面 三位一体这种说法 有人是不相信的 三位一体啊 圣灵圣父圣子啊 三位一体啊 那不相信的人 后来就开会的结果 就把它们变为异端 在西元代四世纪之前 有些人是异端 佛教里面也有些人 不被认得是异端 这个都有这种异端 儒家里面 荀子就被认为是异端 因为他后来开启了 后来法家的那个 但你认真看荀子所继承的很多东西 对于理啊 对于法啊 对于什么 就继承的东西比较多 有人比较过孟子跟荀子里面 引证孔子的话 很有趣的是孟子里面 引证孔子的话 有些是在论语里面出现的 这个推论就是说 孟子学到的是论语这一门的人 荀子里面出现孔子的话 没有一句话在论语里面出现 所以如果照这个推论 荀子那一派的 不是编撰论语那一派的人 孔子那么多学生 就像将来有人说 我听过孙老师的这个圣则社会学 然后你出去讲些别的 那还好有录影可以作证 我到底讲了什么 但你可能受到我的启发 做了别的事情 那你说我受惠于孙老师 如果你做的是好事 我爱沾光 如果你做的是狗屁倒召事 我不就跟着臭了吗 另外崇拜制度的话 比如成圣或者丰盛的过程 就圣贤崇拜的问题 这个在基督宗教里面有 比如说德雷莎修女 最近被丰盛成功 这个丰盛是很严重很严肃很严格的一个过程 而在论语在那个孔庙里面 各位上次去逛 你要写作业 所以你大概就去了 去了以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东武跟西武的问题 如果讲东武西武什么 你还不知道 西武不是日本棒球队吗 那真的跟乙武跟甲武阳筐 乙武阳筐 丙武阳筐是一样的乱七八糟臭的 那那个就圣行崇拜 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在那里面吗 我讲到孔子的时候告诉你 那根本就是政治决定的 你知道谁不在里面吗 荀子不在里面 王安石不在里面 为什么这人不在里面 还有人进进出出的 王阳明 不是电影明星哈 先强调一下 既然电影明星叫王阳明 我说干脆以后的电影明星都取名 是古人名字 这样大家就一起混 下一个人出来叫朱熙 好吧 中国人姓朱的那么多 随便叫朱熙 同名同姓都可以 或者叫朱夫子 都行 所以圣行崇拜 其他的就没有了 耶稣那个也是十二门徒 十二门徒怎么算都十三个人 难道有人是用两个名字吗 就像你们在网络上用的名字 跟你真实生活的名字 是两个名字 圣者形象处理 有些东西就说没发生 因为真发生了 真的对这形象不好看 就像现在一样 谁要讲了什么话 马上就公关出来 把他尽量淡化淡化淡化再淡化 还有正面的榜样 总希望这些人是有这么样 比如神圣的化身 或者道德的化身 或者正义的化身 或者救赎的化身 宗教通常都讲究救赎 能够帮你提到另外一个境界 特别提到一个很高的 超越的境界 不是此事 那也有圣日崇拜 圣日崇拜通常有诞成崇拜 很少有世事纪念崇拜 很少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有人有生啊 没有死啊 圣诞节 3月25号 其实应该叫耶诞节 那有没有圣死节啊 没有 因为他永生 C 有天公生 有没有 你如果信民间宗教 2月2号是天公生 3月23号 妈祖生 妈祖生日 有妈祖死日吗 没有 因为这些人不会死 懂吗 记住啊 只有我们俗人才有 孙中兴老师诞辰纪念日 这样还有孙中兴老师 世事纪念日 只有人才有 那是没有的 好 圣地崇拜 哪地方是孙老师上过课的啊 如果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名人 或德国诺贝尔奖 这间教室就被丰盛了 这地上还得铺金呢 各位同学进这里都还得买票啊 啊 你就知道啊 这个圣地崇拜啊 这个到了一个很夸张的地步 圣世崇拜啊 这是基督宗教特别有结婚啊 为什么结婚那么的 那么的 那个因为那是圣世之一 圣物崇拜 佛陀的舍利啊 各位可能还很小啊 台大的这个 叫什么小巨蛋 曾经有过佛牙 佛陀的牙的舍利带来这边 供大家参观摩拜 哎哟天啊 那天排的就跟这个动漫展 还是什么什么同仁智展的 那天大概差不多人群 只是人群的年龄不一样 你们动漫展有时候就排排排排 从那个小巨蛋就排到这个侧门的麦当劳那边 还有人说这是在干嘛啊 说啊那个就是什么 同仁智啊 我有一个亲戚小朋友参加 那个我才知道 我说那是干嘛的呢 我有一天竟然被安排演讲 那天刚好是同仁智那天 我都怀疑我被蒙了 在二楼 我得排开人群才能走到二楼 就一堆cosplay的人 崇拜典礼啊都有它的顺序 像现在忌孔有它的顺序 巫悔圣贤崇拜 这是另外一个啊 像现在你看到通常是政治上的 把人家破漆啦 砍腿啦 砍头啦 这些人 那巫悔圣贤啦 英文叫iconoclasm 这字非常怪异 icon是一个圣贤的意思 圣贤的那个 巫悔圣日啦 巫悔圣地啦 巫悔圣事啦 巫悔圣物啦 都是巫悔 像那个 基督教徒跟那个冲突 就是炸教堂啊 炸清真寺啊 你炸我教堂 我就炸你清真寺啊 我就炸你犹太教堂啊 这样子 为什么说炸教堂干什么 就是误悔圣地啊 或者圣物啊这样子 好 那个圣贤地位的更正 或者是撤销 譬如说剥夺圣贤身份 好 那以后以上是这个部分的讲义 还能选择 音� 嗯 误彦 误彦 误彦